好爱好爱 圣玄法师主讲为实心理学 不一样的法师 不一样的佛法 古老佛法 活出当代科技的新潮 现场高能量700到1000能量 千万别错过哦 授课细节 主办方 佛头教育基金会假日佛学院 时间 每周日早上九点到十二点 教室三学讲堂六楼第二教室 地点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六十三号六楼 课程名称解身秘经容设止观真如观 好 那我们今天是我们的续分的 最后一次讲 第七次讲 然后所以我们还是要训练直觉思维 直觉思维真的无比的重要 你没有训练的话是不可能 不可能自己会使用 而且也不知道怎么正确使用 所以它是无比重要的 我们现在来开始进行这个直觉思维 张敏玉不是张敏玉不是张敏玉 陈敏玉 你有在记吗 对他记 他记时 来我们要延续上个礼拜的全雷打 上个礼拜每一个人都有发言 非常好 上个礼拜冠军是陈敏玉 一个人抢走五题 这太厉害了 然后邮娟说 不行不能只有写什么上课内容 他说不能这样子 一定要写你答对的那一题 简单的写 譬如唯学之意 唯道日笋 你写唯学之意 大家都知道你答了什么题 对 好来 One two three go 直觉思维 一次了 One two three go 两次了 下课了 好 不能那么慢 那么慢就是代表 你还在罗吉思维里头吗 对 你没有自我介绍 嗡好 嗡好嗡嗡嗦 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蒋路航 这就是终极本质吗 跟现象界 这是什么 这个图我先讲说 这个图对我而言 就是终极本质 哪里是终极本质 终极本质就是那个蜡烛 那盏灯 对这盏灯 他能够照亮 等于这个是一体的两面 终极本质跟那个花 他幻化出来就是 注意你的发言时间 你只有一分钟 他就是跟这个现象界 是一体的两面 然后就是 是终极平等的 可是他们成就 共同成就这个宇宙 他具足了三明 就我现在不知道 这应该就是一个冥想 这个交过了 但是你也忘了 对啊 所以如果你具足了三明以后 你就会 就会怎样 法乐啊 你就是安住于法药 就是安住于那个永恒的 法喜充满 对法喜充满当中 法药 这个一定要念药 对法药当中 是是呈现永恒的法喜充满 对好 谢谢法 但是你 你看这个图很明显的嘛 这是一个重点 烛光是一个重点 这三个小雏菊 Delci 是另外一个重点 你都没有讲出来啊 这就是直觉思维 要我看这个图 我马上就逮到 这一个重点 这个三明吗 三明一二三 不就三明吗 对吧 对 这就是训练出来的 这必然是训练出来的 林柔恭喜你 你老公那个阅读量超高 让我们都很汗颜哦 林慧美说 看到谢明忠今天那么高 他就不敢来了 他应该要振作起来 每一个人都有本事 以前那个沈美云 那个沈荣海 你们家千金生病的时候 哇那林慧美 阅读量超高啊 对吧 他需要功德福报了嘛 对吧 那人都是这样子 沈美云没事了以后 他又懈怠了 对吧 跟杨宗宪一样啊 杨宗宪的弟弟 杨宗林被外邻绑架的时候 哇他超高 他阅读量420啊 对吧 太少人有那么高的阅读量 可是他 他弟弟被我救回来以后 他从此就一泄千里了 对 这就是人性的弱点 这个就是业障 三指标的哪一个啊 这种表现是业障三指标的哪一个啊 第三个 第三个是什么 无力感 对 无力感 你就是你想要充斥你没有力量 算答对 然后他就是被业障给残伏住嘛 即便他知道应该要充斥 但是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力量 他被业障给残伏 所以我们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 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 但是我们做不到 这个时候要深深忏悔 自己业障深重 你又要讲什么 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法师讲到这个我突然有感想 因为事实上我们不要想到说我发生事情了才来累积福报 那都太慢 就像我妈妈车祸一撞 就你当场怎么有的人救的回来有人救不回来 这一定是在这件事情结束还没来之前累积了多少功德来化解 所以我真的希望惠美一定要趁着这个时候不管 一定要赶快累积福报 什么时候无常要降临 真的不知道 不要等无常降临再哭 真的因为我深深的觉得我妈妈那时候大车祸的时候每一个人连医生也说没有救 你就是植物人万一你有幸运的话你妈妈回来植物人 那只有法师那时候讲而且法师在很久以前就跟我讲说你要为你妈妈累积福报累积福报 因为时间不多 对法师有特别跟我讲整整四年前我妈妈出事车祸的前四年 所以你看整整为了我妈妈要这个结束已经我就做了四年了 所以真的不要放弃 我真的在这边绝对不要放弃 而且林慧美我也警告过她了 对时间不多了 一定要记取那个贾妈妈的案例 她来让我算命 我这个人基本上我不会要求你做什么事 包括吃素要不要吃素我在演讲的时候就讲那么清楚了 你不吃素那也是你的事啊对吧 而且我们礼拜六演讲算命完了第二天早上八点放生 带领大众放生来参加的人很多 还训练大众每一个人都要会当围挪 每一个人都要会都要领众带众 中午还有与那个与午餐的约会 中午一起用餐是go touch各副各的 我那时候还没出家 完全不接受任何人的供养 一条手帕一个毛巾我都不愿意接受 因为我何德何能我根本不可能接受 那个完了以后还带领大众拜大悲惨 你看一系列我还没出家我不是法师的身份 都可以这么做你心向着大众 你就会开发出一系列的方法 我不是讲吗文书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方法 永远比困境大永远 所以你看那真的是非常璀璨跟睿智的周末 然后有一天我跟他一起出去办事 然后我们办完事就去吃饭 他就点了那个意大利面 我当然点素食啊对吧 然后我看他吃吃 我吃完了我就在那边等他 然后我跟他讲 他吃完的时候我就问他说 意大利面好不好吃 他说非常好吃 上面的肉酱我特别喜欢 对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我必须要警告你 你妈妈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你一定要加紧党工为他送金放生 你每天都得要放生 否则的话拼不过 然后他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嘛 没有时间除了每个礼拜参加我们的大放生以外 他就是他们家有个发源 他就买蚯蚓来 我推广蚯蚓放生 因为没有那个公害 然后而且很方便放 我自己都是每天放生的 包括现在师傅这么忙 我还是做到每天都可以放生 你想想看 所以时间管理无比的重要 他听进去了他就做 做了勤后等四年来的时候 他妈妈那个结束 逃过一劫苏醒了 同样的那一段时间 我有一个朋友 他的高管的朋友 在那个爬山的过程摔到山谷下了 然后送医 然后这个人就是我朋友 他在原子能委员会嘛 他也是高管 他赶快打电话给师傅 我说现在在哪里 我说不能开刀耶 他说现在是送那个更新医院 我打电话去更新医院一查 他已经在开刀了 后来这个人死在开刀手术床上 所以我说假妈妈一定不能开刀 为什么 你脑压那么高 你怎么开啊 你开了必死无疑啊 对师傅的话你一定要听啊 真的一定要听啊 所以 所以林慧美 我还是希望林慧美能够听到 听到这个 课堂的这个教学视频 课堂的教学视频 会传说很多世间法跟促世间法 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错误的概念 都以为我学佛了佛一定保佑我 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这样啊 你天天自私自利佛会保佑你吗 当然不会啊对吧 所以你学佛是一件事 你有没有勇猛精进是一回事 你有没有勇猛正精进又是另外一回事啊 对吧 然后在勇猛正精进过程当中 必须世间法是救急的一个 你世间法都不做的话 那我请问你 你有时间让你的初世间法发挥效力吗 没有 所以世间法一定是救急 初世间法是救命 你双管必须要併禁 你双管没有併禁 你是没有用的 师傅一直到现在都是双管併禁的人 我救他妈妈的时候 他那个都胡乱搞 还 因为四个半月他妈妈都没有苏醒嘛 然后 他就自己要想这个方法想那个方法 我说你那个方法都不究竟没有用啊 我说你要赶快加紧送金 这才是正招啊 然后到四个半月不就醒来了吗 醒来了以后 他又希望他妈妈赶快好啊 他要送他妈妈到宜蘭去看中医 我说这也是胡乱搞 为什么 你都已经在台北医院就医了 台北医院用的是西医的方法 你自己又跑去搞中医 西医的医生都不知道你用中医 是用哪门子的中医对吧 我说你不能这样子乱搞啊 你一定要停掉那个中医 你简单的说我救他妈妈回来 没有花一分钱没有 全部都在健保的几户之内 我也不浪费他们家 任何一分钱没有 他妈妈一直到现在都活了20年 而且越活那个面向整个都改变了 你一定要听话啦真的 师父救了那么多人 你真的要听话 如果我告诉你 你要小心 你要小心 你就得要小心 真的要小心 马上就要爆发了 你还不知死活呢 对吧 好那蒋露娃你过关了 那这边 好张兆玲 他要答对两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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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题 答对 答对 是 他只是那三朵花 他不知道三明嘛 你们这边有人知道三明吗 也许为师班的他们知道 你们我保证我讲过 但是你们老早都忘光了 三明有人知道吗 张明正来 张明正发言老师好 三明就是那个 宿命名 天眼名 还有一个若俊名 对 应该是这三个 你能不能解释一下 那宿命名是过去的 对 就是了知累世的一切 那天眼名是了知未来 未来的一切 那就是你即将要面对的一切 那若俊名是属于你能够烦恼 超越你的烦恼 类似你能够那个 你的根本智 根本智能够 开发起来 超越烦恼 所以你在烦恼之中 对 太赞了 太赞了 好给他掌 你看大家不由自主 又给你掌声鼓励 你看 好 那你只要解释三明 你等一下好了 张兆林先来 张兆林已经举手了 来 法师 各位 希望大家好 好 那个 刚才是让法师已经破题了 所以说 我现在已经不直接示威了 我基本上已经 重新想过 今天是细分的最后一次 对 细分基本上就是佛陀他正物的境界 对 来告诉我们 那前面用十二个功德 已经 讲了他的每个的境界相 每个功德的境界 今天是一个收尾了 在这样的认知之下 看这个图 感受就不一样了 那基本上我们的视镜 是建筑在我们 所谓的自镜上面所延伸的 所谓的信仰界的差异相 但是呢 这个灯火跟差异相 事实上 我们引起这些差异相存在 但是我们完全了知 就是他的因言和合 所延伸的现象 并且知道他的体性是空 是 那个灯火就是 可以说是我们的人间智慧 也可以当做我们个人的内心 他的一个所谓的正物的一个层次 他能够跟他附隆就对了 对 那上面那个标题 基本上刚刚那个 张明正 沈协长已经说明了 他基本上 能够达到的境界 就如讲 过去现在未来 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了知之下 能够把心安住在这样子 在这个差异的世界里面 对 过你应该做的事情 是 所以我们能够 在这样子的大前提之下 呈现了我们的法喜充满 对不对 对喔 好 戴台琳 戴台琳穿短袖耶 哇真的大帅哥 对太好了 所以大家要向张兆林学一个 你听到吗 因为张明正已经把三民这个大重点已经解说了 所以他说 所以我现在要换一个讲法了 你听到吗 这一个反应之灵敏 大家一定得要学 因为你 所以也许张兆林本来要尝试解释 由三民来解释 呈现法要注 但是因为三民已经有人讲了 所以他就开始去统整整个续分 因为今天最后一品了 对吧 最后一讲了 统整整个续分的十二功德 跟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关系 展现的这个烛光的照耀 让现象界的每一个都跟他紧密的结合 但是我们不受到他的束缚 好 所以我说的是这个技巧 大家应该要学习 真的要学习 我告诉你 学习是非常严格的一个团队 我讲过在疫情来临以前 师傅每一个礼拜都要到中国大陆的不同的城市 所以我能够成就 一年成就超过一百场的公益活动 每一次的活动一定有类似像 让各位这样子发表高见 比如说我们去参访一个古迹 那是我们的智慧体验型的一个活动 然后回到大巴到下一个活动的目的地的时候 在大巴上通常我们两个据点都不会太近 因为方便大家至少都有五十个人嘛 就一个大巴车 要让五十个人都有机会发言 对你所参访的据点你的看法 这就是训练啊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我永远是最后一个发言 你看到他们都是抢着要赶快发言 免得我的想法被别人占了 我就不晓得要讲什么 太low了嘛对吧 然后次次师傅 对啊次次师傅都是最后一个发言 师傅发言出来的时候 他们都恍然大悟啊这境界差太多了嘛 所以我干嘛要跟你抢 你抢的都不够 你发言的都不够看嘛对不对 所以所以你早去发言跟晚去发言 这不是重点 你肚子里要有东西 你的思维要升华起来 所以杰西萱就是常年都在这样子的训练之下 成就的一个修学的团队 跟台生很大的不一样 我昨天跟沈荣海分享了 那个杰西萱的那个徒弟 两点半中午两点半他要交功课 交什么功课啊 你在哪一个群组按照你进来的前后 有规定功课 最浅的就是那个什么 樂我群是刚刚入宣的 他每天要六千个智慧座 还要耸一部钥匙经 一部文书的经典 那就是他的功课 然后他的那个智慧座 要用这一个 上面要绣出来 现在今天你念了几次 然后拍照传给协条官 协条官就是领头羊 然后他们会把他汇总出来 然后就会转这个数量 转换成分数 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分数 三次不合格 你很抱歉 你必然开除了 所以杰西萱一直都维持的非常的优质 博士 硕士 博士后教授 北大的销售一直人才济济 这么远 可是这么多人抢着要进来 还有人没进来 有一个人就昨天前天前天进来 他等了三个月 对 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他为什么我让他进来 他自己在宣外不能进来 他都跟上决心的节奏 比如写回应文 转发等等 这都是训练 你转发不是为了我 我干嘛要你转发 我这个人什么都不要的 我要你跑阅读量吗 是在为你积累福报 写回应文是要掌养你的思维层次要高 对吧 这个人未敬 不是做未敬那个未敬 未生的未敬 安静的敬 他是真的很优秀 他是一级企业管理 一级企业管理师 他真的是自律非常的严 自律非常的严 非常好 我要讲的就是说 除了这个功课 我请问台生林有做功课吗 你没有做功课 所以你要跟人家比什么 决心的徒弟 一个时段两个小时 那个阅读量要跑一千 台生你跑多少 二十五你却在鬼叫 你落差那么大 对吧 你同一个师父 同一个团队 你在叫什么叫 对吧 你方法根本不对 你没有宵夜 你没有宵夜 你要做任何世间的方法 我老实告诉你 都不可能 再来 晚上十点的时候 要群怅 要忏悔 要在你所在的群 忏悔 我做错了事 或者说我不知道 这样做 对还是不对 昨天我 推出了中先例 有两个忏悔文 被提报出来 那是一个试错 就是说 他当烂好人 后来现在他因为升官了 在华为要升官是不容易的 他表现优秀 因为他从2017年进去 因为生产一直请假 从那个什么烤鸡C 慢慢的被师父代代代代 到2022年他A plus 所以他升官了 他的直属上司 就跟他讲 第一个你要戒除当然好人 这一点师父对台生也好 对决心的弟子也好 多少次要求 你当烂好人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你纵容了别人 你剥夺了别人学习的机会 你根本就是在造二业 但是像陈敏玉 就是标准的烂好人 以前前一任的领头阳 江明珠也是烂好人 对吧 不能当烂好人 烂好人你以为说 你跟大家都很好 抱歉 问题来的时候 大家离你而去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是烂好人 对不对 所以当烂好人 没有意义的 第二个 忠先利犯的错误是什么呢 他下面管了一个人 是特别难缠的 这个人他就说他要离职 那忠先利就说好 那你离职吧 然后这个人又去找他的直属上司 又谈了 然后又他的直属上司 又给他很多的额外的开恩的条件 然后 抱歉我要把它关掉 然后忠先利当然他 他就觉得老板你怎么能够这么做 我已经提拔这个人他就是要离港 离港就是离开岗位了 就是他要离职了 怎么跑到你那里以后 你不只没有让他离开 你反而给他各种优惠的条件 所以忠先利他就心态非常的不平衡 我说你的想法是错 错在哪里 因为你只是一级主管而已 最下你刚刚升起来当主管 你看每一个人是平行的看 所以你的看法有可能是缺失的 你的老板是从上面俯视下来看 每一个视角都看到了 所以我说你叽叽歪歪在干什么 你根本就是错误的 你想法也是错误的 你没有办法包容你下面的人 有一个人跟你意见相左 这就是 这就不是一个好的主管 我要说的决西轩就是 初世间法也训练 世间法也训练 所以晚上我讲过 晚上的那个群唱 我一定会想办法要去看 才会知道我的我的徒弟 他的情况怎么样 他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决心因为现在人很多 虽然失误很严 但是好多人一直挤着要进来 最小的就是尤娟卷博士的儿子 七岁而已 他也要做功课 每天一千次的那个 还要听一次 因为他才七岁小一 很多次他不认识 他要听他妈妈为他念的要诗经 每天要听一遍 然后他去年年底的时候 他们家奶奶往生了 就是爸爸的妈妈往生了 所以他回福建去参加商礼 就煞到了 煞到了以后 小朋友回到北京来就害怕 一直都在害怕恐惧当中 然后晚上不愿意自己睡觉 然后就给他喝大杯水 他好多了 然后他自己会要求 妈妈你可不可以放 那个师傅教学的视频给我看 他说那你看得懂吗 他说我想我可以听得懂 然后他就听 听了以后你看 那个教学视频是有高能量的 他就不害怕了 晚上愿意自己睡了 就不害怕了 怎么知道他认真的要再听 他也知道沈荣海爷爷 叫得出来沈荣海爷爷 怎么会知道爷爷 他说他78岁你们都在笑他嘛 对吧 所以代表才7岁而已 他就听得非常的 非常的注意 而且很用心 然后前天去开家长会会 那个老师就说 这个孩子与众不同 他说他很有自己的看法 他愿意发表他的看法 他愿意帮助同学 那同学每一个人都跟他一样 这么的美好 你看这就是修行的精神 已经在小小的7岁的孩子里头 扎下生根了 所以绝一宣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团队 虽然很严但是 你一定要很严嘛 否则你大家都打混在一起要干嘛呢 天天照二夜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现在台生为什么你阅读量那么低 第一个你没有宵夜嘛 你没有做功课嘛 对吧 第二个你也不忏悔嘛 对吧 我每次告诉你们说 你看到张照林那么好 你应该要升起羞愧的心啊 忏悔自己的不是啊 自己怎么次次都跟不上别人 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很小的事 这是非常关键的转折点 你没有这样做 你是不可能转折 你永远都是更高我慢的啊 对吧 好 那这边没人发言啊 One two three go 好 你赶快再抢五题 师傅还有各位师兄 我是看到这个烛火 然后再看到三明 就是想说 只要我们内心有那种 想要圆正菩提的这个 心 火苗跟心 然后就比较能够 要与法乐 然后可以达到三明 OK 可以达到三明 三明应该是在先 你要先要有三明 先要有三明 对你要先用出世间法的勇猛正精进 去成就三明 你才能够巩固与法要 恒常的安住 没有烦恼 所以这个是在先 这个是在后 那我是算答对 你是算答对 只是那个 顺序不对 来 代台铃 欸 那个麦克风 对 欸 这边都给这边 这样子才不会乱掉 好 那这个给他们 欸 林柔 不是 这个给他们就 对 嗯 师父 师兄 师姐好 对 好 我刚也是看到这个 题目 我进来比较晚 我不知道之前是那个 这位师兄怎么说的 对 那我是看到这个很简单的图形 就是说 蜡烛是在窗户的里面 对 窗就像我们人的根 对 对 花呢它是一个空间的变化 对 它是有花 蟹 然后又长花各方面 对 所以 正面说宿命 宿就是 时间的问题 嗯 漏进的是智慧的问题 天眼是看的问题 就像那个蜡烛 就像我刚刚进来的时候 张志军有说过 嗯 那个光就好像智慧 一个智慧的去观察 外界的一切的变化 嗯 这个三明就是说 他的变化 他是 因缘的起啊 果啊 各方面的变化 他的清楚了解 就像师父所说的一切事情 我们就很静静的去听 师父在说什么 嗯 所以 那个窗户就像我们心眼一样 透过内心的智慧去往外去看这些 世界的变化 去了解他 是 然后不要让自己过于那种 执着啦 迷茫啦 就是这样子 是 这是我所讲的 因为上面也讲说 庶命天眼漏镜嘛 嗯 对 所以我就说这边 只是有点我不太清楚 那他心通就算什么呢 我就不知道 像师父开示一下 喔 他心通不就 谢谢师父 他心通不就在天眼 然后呢 天耳 然后呢 五通嘛 五通 六神通 总共有六神通 但是五神通里头一定有他 第六就是漏镜通 所以 師父就我只 所以 五通 天眼 天耳 還有呢 他心通是五通当中的一个 神族通啦 天耳通啦 他心通少之三个 天耳 这个有顺序的 你一定不能乱 天耳 天眼是最窄嘛 因为你看眼睛 你只能看180度前面 你要看180度背后 你得转身啦 對吧 所以他受到的限制是最大的 師父一直在講 你背這些名相 一定不要背 你要去了解 他的順序啊 第一個是天眼 第二個 天耳嘛 天耳嘛 對吧 天耳通 然後你才能夠 了知未來是怎麼樣嘛 對吧 再來他心通 當下 當下 你在想什麼 被師父佛逮了 我的徒弟在禮拜四的那堂課 經常 他們都舉證立立 師父有他心通 我心裡在想什麼 師父下一秒馬上回答我的問題 我根本都還沒有回答出來啊 王富中教授更神奇 他說我跟我的夫人在家裡在討論 那個修行的事 師父下個禮拜上課的時候 馬上就解答就出來了 這就是他心通 然後神族 神族 神族的重點是什麼 沒有 他心完了以後是宿命通 宿命通就是了知過去世 是怎麼樣 好 然後神族呢 神族好像 不是 不只是打破空間 神族他當然每一個 一個維度的空間 他都可以進去 這個是其中的一個特色 再來他另外一個最大的重點 他可以移動所有他想要的東西 他可以 這一個裡頭一百萬美超 然後我看到了我有神族通 我就把他從這裡搬走了 無鬼搬運 就是神族通 所以八地菩薩一定會有不動地 他就一定會去逐神族通 那像大目尖連尊者 從三圍的空間 他看到那個他媽媽在地獄道受苦 所以他就端了那個食物到地 不是地獄道 惡鬼道去給他的媽媽吃 惡鬼道眾生的果報 惡鬼道為什麼進入惡鬼道 就是千貪令射 對自己小氣對別人放不下 然後累積了一堆的財產 不願意跟別人分享 最後就是墮入惡鬼道 他媽媽就在惡鬼道 因為惡鬼道他就是貪 千貪令射 所以他肚子就很大 就過去在世的時候 吃了很多的東西 到了那個惡鬼道的時候 再也沒得吃了 因為他的咽喉好細 就像針一樣那麼細 然後他所在的地方 周圍全部都是大火 所以大目尖連雖然送了食物 要給他的媽媽 一靠近馬上就變成灰燼了 他媽媽一丁點也拿不到 所以大目尖連他很傷心 他就請教釋迦摩尼佛說 我該怎麼樣搶救我媽媽 我看到了 所以他這個故事就是來表明什麼 神通不抵業力 你媽媽的業力是這樣子的造就 對吧 你雖然有神通 你能夠幫你媽媽什麼嗎 沒有辦法 所以神通不抵業力 然後大目尖連 Sorry 釋迦摩尼佛開示了 怎麼搶救他媽媽的方法 來 1 2 3 go 這個書都不曉得開示了多少遍 魚蘭盆會 來 哪一個人 好 就魚蘭節嘛 可是這不是答案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什麼 你要講出方法 而不是講魚蘭盆節 就那一邊那個 就是很多 他途徑就是什麼 劇院什麼下 我不太清楚 就做 就 突然一下子想不起來了 都不對 等你想清楚再答 好 好 沈榮阿你比他慢 你比他慢 對不起 一定要搶答 這事務都講過了 你要複習嘛 你不複習的話 你 你不知道嘛 對吧 師父剛剛那個我算答錯 對那個是答錯的 對那個是答錯的 師父 各位師兄 恩阿握阿握手持著 弟子 恩翠平試著回答 好 我就約略的記得師父說過要立他 錯 好 好 你好像得救了 他終於答錯了 欸不是欸 是沈榮海 對 是 沈榮海 對 師父 與其各位學長 我是顯榮海 第一次發言 這個問題 我的記憶就是說 要集合眾生的力量 那個出家眾生的力量 生人的力量 結集生人的力量 怎麼 誦經辭作 然後來超渡 用這種力量 轉讀經典的功德回向給當事者 這是答對了一個 還有第二個很重要的方法 這是一個 第二個 好 林柔 那個沈榮海是答對 因為 釋迦牟尼佛開示了兩個方法 這個方法無比重要 你們都可以拿來用 對吧 好 好 以那個往生者的名譽 若謙 應該正確的是說 用 不一定是往生者 非往生者 以你自己的名譽也可以 你愛人的名譽也可以 供養法師 這就是摘生的由來 摘生 供養法師吃一頓飯也可以 所以就像譬如張兆玲送給法師 那麼高貴的膏藥 這就是供養法師 對不對 這個就是非常好的一個視線 所以兩個方法 你不是等到要去救你媽媽才做 兩個方法你平常都得要做 第一個就是請出家師父為你聳經 那在台灣的學生 跟在中國大陸的弟子 都算是非常有福報 師父每天起早一點起身做功課 一定回向給大家 所以你有加入這個團隊 基本上你就是大福報者 師父沒有條件為你聳經護持你 對吧 那第二個就是你供養師父 對吧 那我們感謝那個台灣學生他們 不是台灣學生 為食的學生 他們也不斷在供養師父 那師父就是以他們的名義在 因為現在災難很多嘛 去為土耳其大地震祈福 還有為很多的災難去祈福 對 所以讓你有供養法師的功德 同時你又廣結善緣 跟災區的那個眾生都廣結善緣 這就是平常師父經常每天都在做的事 所以師父為什麼到現在一無所有 但是我幾乎是樣樣都有 我想要做什麼 什麼都能夠成就 就是我分分秒秒都在賢善 都在利他 都在轉功德 都在成就讓我的徒弟 有辦法登上國際的那個全球的舞台 去掛出來他們的上榜 當然競爭很厲害 這個是無庸置疑 對吧 但是你只要掛出來的話 你就有 只要有華人的地方都看得到 其實是無量功德 你看師父都是用智慧做事 師父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道場 所以我也不能給你們什麼 但是師父有無量的智慧 對吧 幫助你在國際間曝光 然後讓你的那個 你的那個上榜文 非常精彩的照耀每一個人 跟你相應的人他會覺醒對吧 覺醒很多徒弟都是這樣覺醒的 都是這樣覺醒的來加入的 禮拜一要播出 有一篇是 他是生了一個智障兒 那智障兒當然很苦對吧 一般戴起來很辛苦 而且別人也會笑 對 然後他就 這個人他自從加入覺醒宣以後 他非常的勇猛精進 非常的勇猛精進 他已經到 快要趕上尤娟了 然後尤娟每一次回籠 譬如說我要一個資料 三點的三點半的時候 我想要一個資料 我一定先找尤娟 尤娟包存在回籠 我就馬上找林韻梅 林韻梅一分鐘之內就傳給我 已經多少次了 所以他的勇猛精進 促使他的兒子大幅的好轉 智障耶 大幅的好轉 好到他的朋友 通通看到這個奇蹟了 他的朋友昏昏加入覺醒宣 這就是不可思議 禮拜一的覺醒宣有兩個欄目交叉播出 一個就叫提樂 提著月亮提著真理 提樂點燈啊 畫創意 這是一個實證篇 投稿的人一定自己要有 要有實證的案例 譬如說有一個張銀 他是重度憂鬱症吃藥已經兩年了 進來決宣兩個月完全停藥都沒有 以前都不能去工作 他兩個月停藥以後馬上出去工作 紅紅火火啊 你們的什麼分數都是他 他在打他Excel特別的強 特別的強 所以決宣這個不可思議 第二個欄目也是禮拜一 如果沒有播出提樂點燈 就是播煩惱大可不必 那個也是投稿出來的 是怎麼領選投稿文 時事話題嘛 你不能修行修到呆了 都不管天下事了 那是錯誤的 強迫你一定要關注天下事 所以每一個人都可以來投稿 時事話題 時事就會領選這一週最重要的話題是什麼 對吧 有一次不是講蔡天鋒案嗎 對吧 那個為什麼會上榜啊 因為他已經引發到國際的媒體 都在報導這一個慘案了嘛 對吧 所以你看決宣的發展是不可思議 多元面向的是 每一個角度都想到 我怎麼樣可以激勵我的學生跟弟子 他們也可以參加 台生也都可以參加 可是你們好像很少上榜 這到底怎麼一回事 你不能講決宣太強 以前決宣也是很弱 決宣也曾經歷經 像現在這樣子的低迷 也曾經歷經 閱讀量推不出去 每一個人都覺得很沮喪 是師父以一個境外人士 發明了人人自媒體 你每一個人自己都可以去搞一個媒體 然後自己經營 所以從那個時候成就到現在 這個方法還在用啊幾年啊 對吧 從原來的踏不出去到現在 每一個時段兩個小時 要經營突破一千閱讀量 台生兩個小時一個時段25啊 25你都跑不來該怎麼辦 對啊 所以歸根結底的原因是什麼 你沒有消夜嘛 你沒有消夜嘛 你消夜你要是相不相信啦 你台生這邊如果再立一個機制 每天兩點半你也要報功課 那你一定強大起來 但是你也很多人都流失了 對吧 一定是要非常 非常願意接受挑戰的人會留下來嘛 結果留下來的就 高頻共振更好的人一起來啊 因為你需要先肅清負能量嘛 你負能量沒有肅清的話 好的人進不來 因為不高頻 不同頻不共振嘛 對吧 所以決宣為什麼 能夠吸引那麼多的高知學人也好 清英也好 決宣除了有碩博士 教授 博士後 以外還有五個醫生 五個醫生 所以師父的苦心沒有白費 師父經過低迷的時代 就是眼看見決宣的低迷 師父也沒有氣餒啊 師父始終都認為 你只要方法對的話 你必然跟諸佛相應 你方法不對 你當然不相應啊 你方法不對 代表你的怨氣在裡頭嘛 對吧 所以很重要啊 我一直講 跟對師父用對方法 真的很重要啊 否則的話 老實說那也是白搭而已嘛 對吧 好 那這一個我們 師父要講 剛剛那個戴台琳的那個 他的分析也是非常好 就是說這個燈 他說是在一個窗子裡頭 對 他這是一個燈灘 燈罩裡頭 然後他說這個燈 可以來觀照 用眼睛來觀照 所以他說這個觀照就成就了 看到過去式的宿命名 看到未來的天眼名 這個解釋也是特別好的 然後對 然後成就了三明 就是慢慢的漏盡通了嘛 漏就是煩惱減少了以後 成就了三明以後 可以來呈現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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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太歲我是用文書的那個太歲的祕法 跟你坊間是一定看不到的 對吧 我還要為那個安太歲的當事人是走運特別低 還要為他設計一個專屬的法寶 師父這麼忙的人 居性迷移師父都是非常用苦心在經營 你以為說師父就是這樣子送給你一個法寶 這裡一個法寶 你能夠從師父手上拿到法寶 那是你天大的福分 真的 師父的每一個法寶要送出去以前 必然加持又加持開光又開光 所以你真的不要小看這個法寶 你手上有很多的法寶 我要勞駕您的貴手 去跟更多的大眾去結緣 為什麼 你只要結緣出去 你才是最大功德主啊 對吧 你把這個能量高能量揮灑出去嘛 你要學習師父的那個什麼精神嘛 對吧 太奇怪我沒辦法把他關掉 我從剛剛關到現在 他還在鬼叫 那不讓他叫嗎 這會吵到你們啦 新的手機 新的手機 這就是 這個就是尤堅大博士 是供養火的十四 Pro Max Pro Max Pro Max 我的運氣也不會這樣 他要搶答是不是 他要搶答 對 對 我就從剛剛找到現在還沒辦法 中間休息 我看到這盞燈就是 直覺思維就是 一燈能照 照破千年暗示眾如明 那麼呢 只要立基於佛陀的 終極本質的實相的道理 立基於這個 然後這三朵花 就是立基於這個佛陀實相管理的道理 來關一切現象界嘛 那這三朵花呢 我初看呢 就是 戒定慧 以戒定慧熄滅貪嗔痴 那這個就是修行的一個過程 是 那 貪嗔痴越來越清淨 越來越打包的時候 就會慢慢居足三明 三明就會慢慢顯 那這樣就是 彰顯 就會彰顯出來 對 這樣就是憲法樂珠啦 嗯 對 OK 但是還是有一些小差錯 你說 釋迦摩尼佛的終極本質 這不是釋迦摩尼佛的終極本質 是 心、佛、眾生、一個人都有的終極本質 那我們現在為什麼沒有辦法彰顯它 因為我在 我被我的業障給束縛住 所以我的佛性 我的終極本質沒有辦法綻放出來 我知道你要講什麼 但是 就是因為你講出來了 你才會知道說 這樣子的陳述是有問題的 它不是釋迦摩尼佛的終極本質 是 整個宇宙的終極本質 都是同一法 一如平等 對 其他的我覺得你是講得非常的好 不管是界定會貪餐吃都很好 但是那一個沒有切住三明 是平等性 是平等的 無二無別 所以你如果能夠證悟到終極的 他說太奇怪了 我心裡是這樣想 可是我講出來竟然不是這樣 對 這個就是人的常態 這就是人的常態 有時候你會言不盡其意 所以才會說 我們不能被語言文字所藏住 因為我們的語言跟文字經常是離譯的 沒有辦法真正指向你所要發表的那個核心要害 所以禪宗講說 要不立文字 不立文字並不是沒有文字 而是說不要被文字的粗淺意給束縛住 我認為這個觀念是絕對的重要 好 怎麼唱歌 聚足三明獻法要柱 然後 徐芬這個我當然因為打不下 所以寫的比較簡短 接住大乘才對 怎麼接住大乘 接住大乘 由大乘法 所以他這邊講的大乘跟 可能跟您講的大乘可能會不一樣 好 那你們心目中的大乘是怎麼來界定 大乘 大乘然後小乘 你如果知道小乘 小乘的對立案 就是大乘 那大乘你怎麼解釋呢 由大乘法就是使用大乘法 好 來 是哪一個人先啊 好 好 用這邊來 師父各位師兄 這個小乘 這個小乘佛教他主要的就是 小乘 小乘 他只顧就是個人修行可以成佛就好了 但是文書他奠定的這個大乘佛教的基礎 大乘 大乘佛教他就是認為這個就是人人都可以成佛 人人都可以成佛 是 好 那 這樣子講我不能說你錯 但是 不是今天他這裡要表達的大乘義 你看他 要安住在大乘而且使用大乘法 好 張明正你要回答 好 來 沒有答對 張明正法師好 張明正試圖回答 大乘其實他主要是有一個利他 自利以後還要利他 但小乘是大部分是算自利比較多 但是大乘法一定很重視利他 他從利他在 是不是跟他講的一樣 他剛剛 你剛剛有講利他 沒有講利他 OK 好 好 非常好 利他還有嗎 教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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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義上他其實他的法義的話是屬於 大乘法 這個恐怕比較深 對 這個 因為看起來好像很淺 大乘我們都在大乘裡頭 就像翁翠平講 文書在公元100年創立了大乘 他是大乘的奠基人 所以我們都修學文書 所以我們都用的是大乘法 然後我問你什麼是大乘法 你竟然講不出來 這個是經常有的事 這叫做義理不夠深化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你需要上師父的課 還有嗎 戴台林 不是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誰啊 林柔 對 林柔你比戴台林早 早 師父寫咱們 恩阿威榮喬主 我是林柔試著回答 如果以大乘法 在我們為史這邊來看 他就像跟我們師父常常講的 義如平等 無差別的意思 義如平等 義如平等 比較接近 他比較接近 他沒有分別的意思 義如平等當然是沒有分別 但是我老實說 我也不能說張明正錯 為什麼 利他也是他重要的展現 那是他的用 他怎麼用 用在杜化上 你講的也是用 但是 我現在要講的是你的義理 對 義理是義如平等性比較接近 還有嗎 對 對 對 他們兩個都算對 因為他用 他講到的是用 我現在要 要問的是你的義理的深化 對 我現在想到應該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要發菩提心 發菩提心非常好 發菩提心這個有實際要害 但是今天要跟大家大眾分享的是什麼呢 小秤他講的是惡法的空 大秤他講什麼三轉法輪 三轉法輪 那你當然講不出來三轉法輪 所以師父會有一個獨立的 slide 來跟大眾來分享 什麼叫三轉法輪 三轉法輪 三轉法輪 你們有學過嗎 四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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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勸轉 還有正 正轉 正轉就是那個張明正 你的那個正 元正菩提就是正轉 四圈正的苦 四圈正的苦境在四圈正的時候就四圈苦嘛 對吧 所以極就是四圈苦的原因嘛 因為貧窮所以只好去偷盜嘛 對吧 滅就是告訴你苦可以止息嘛 然後你要有方法這只是停留在很粗淺的叫做 四轉 你不用抄 因為你也來不及抄 我有專屬的 slide 好 好 代替您來 師父 我先補充一下 就上面一張圖 因為 我覺得聚足三明他是陰 因為你有這個陰 後面就有果 果就是憲法樂柱 你了解前面的陰你做出來之後 你了解很多清楚 你能夠看清楚煩惱 你能夠認識煩惱 產菩提心 那你後面的 你就可以享樂到法果在後面 對 這是我剛剛前面那句話 為你補充一下 那這不覺得師父已經講了嗎 這件事情是說以我 我說這 你很棒 你可以當師父啦 因為你都能夠 那個 重複 重複師父講的 我的資金比較低 那我就想說 上次那個 剛剛講那個 木建聯事情 好像是節下安居的問題 就有段這個故事 節下安居 不一定是在 我是說有這個故事 因為詳細我就不再說了 那至於說大聖小聖 我就想會不會是跟你 節下安居在這個時候不是重點 之前事情是這樣子 那個聖是不是會說大聖小聖就是說 人家常講那個 羅漢說叫做治療漢 你就把自己管好了 那通行 可是菩薩呢不是 菩薩是現對是眾生的問題 菩薩要了解眾生苦 要得眾生樂 所以有點像再講實際點 就像三個動物什麼過河有沒有 那個相過河 什麼牛過河 圖河 就是他承載量大聖的承載量 那是普世的觀念 讓每一個人都能夠 那個是一般的觀念 我現在要問的是義理 義理 像譬如說林柔講的 義如平等性 切住義理了 張明正講的 袁正普提 切住義理了 義理才是今天要探討的 你別忘了 這個解神秘金 通通是緊扣義理在講的 他不講其他的修福報 修什麼的 他裡頭有講 可能那時候你還沒來上課 序分裡頭有講 如果解神秘金出現有修福報 那個只是來輔助 當大眾沒有辦法明瞭那個秘意 那個生意的時候 讓他由修福報那邊切進來 但那個始終不是解神秘金的重點 那戴台林你可以知道師傅在講什麼嗎 所以什麼 大象啊什麼 那個就不會在 在解神秘金這邊 你拿大象啊什麼來解釋大蹭 我不能說你不對 但是跟我們要講的主題 就 離得很遠了 這樣你可以懂嗎 一定要緊扣義理 一定要緊扣義理 不是只有您而已 台灣的學生都有一個弱點 他們寫的新的報告 為什麼次次被被那個宣弟子打敗 都已經講過N百遍了 你一定要緊扣義理 你一定要緊扣義理 像林慧美有一次新的報告寫什麼 Joyne Venture 就是Venture Capitalist 他講那個中文怎麼說啦 風險 創投 對 他竟然他的新的報告 竟然在解釋什麼叫創投啊 就似乎在禮拜四的那個課堂有特別解釋說 為什麼現在很多的大的企業家 新型的創意型的特別是AI 這種創意型的行業 他燒錢太快了 一般人的資金都不夠他用 所以他一定要他的資本要來自創投 創投就是Joyne Venture 這些創投的好多的創投的資本家手上過來 所以創投一定有他的風險 但是創投可以成就最新的創意的行業 意是師傅經常講的 意樣的 意類的意 不是創意啊 不是new idea 不是啊 是你完全跟別人不一樣的 你才需要創投的這些capitalist來支援你嘛 那林惠美她竟然她的那個新的報告 竟然在討論創投 可是她當然沒有能力跟師傅 像師傅這樣子解釋得非常的親善嘛 對吧 她只是點一下點一下 問題是你整篇新的報告 然後你在討論這個創投 這就牛頭不對馬嘴了 你一定要緊扣意理 佛教的意理也好 或者是科技的意理也好 最好是兩個匯通起來也好 決心有一個弟子 陳敬秋醫師 最近才得獎的 他過去有一個毛病 他喜歡以佛 說佛 他就是從傳統佛教過來 滿腦子都是佛教的東西 進來決心以後 他跟著師傅也非常多年了 他進來決心以後 他轉不過來 他沒有能力跨界融合 他完全沒有能力 沒有能力從佛教去論科技 從佛教去論其他的宗教 完全沒有 我就跟他講 我說敬秋你這樣子很吃虧 現在的年代 人家不喜歡以佛論佛 因為你太狹隘了 單一領域 你一定被AI機器人幹掉 對吧 你論的不會比AI機器人更精湛 為什麼呢 AI機器人 比如說我們的那個 Chat GPT 不就 你輸入一個涅槃吧 他就去大搜索 海量的搜索 出來的涅槃 初級的 中級的 高級的 通通都有 你怎麼跟AI機器人去比拼 沒有辦法 AI機器人最弱的就是跨界融合 他沒有辦法交叉學科論證 這個是你存活的空間 每一個人都要學 這就是師傅為什麼教佛教的課程 我一定是從不同的領域切進來 視線給大家看 你必須這樣你才有辦法存活 現在這Chat GPT 不就印證了師傅的講法嗎 你從單一領域進來的話 必死無疑 你沒有辦法跟Chat GPT 來較量沒有辦法 所以每一個人一定要請忌師傅的法教 你需要交叉論證 那你沒有辦法要怎麼樣 要學嘛 對吧 覺宣每一個播出幾乎都是交叉論證 結果靖邱醫師他真的很棒 他最近連續上榜好幾次 我發現他已經從佛教開始移轉到道教 你看他引用了道德經 就是說因為他是醫生嘛 對身體特別重敏感 所以他就講老子怎麼教化眾生 要放下你對身的執著 你才有可能進入終極本質嘛 對吧 至少他從佛教走到道教 從道教的領域來論證佛教 就非常好 我看到他的成長 所以在覺宣你會進步 但是你一定要聽話 師傅講你要緊扣義理 你的新的報告 你想要投稿成功 你不用瞎寫 寫一大把沒有用 緊扣義理 每一句都是義理 你才有可能成長起來 好 然後吹浮眾魔 遠離聲聞原覺所有的作義 作義就是那個誰 張兆林常常用的 好 那我考考其他的人 作義哪一個人 你們這邊當然都不會答 所以你們要原諒這邊的粗淺 來 作義這邊怎麼來答一下 來 福嘉培美麗 在韋寺呢 他的八四五十一心所作義 他的定義就是 引心種之令期 然後他的業用就是 對 體跟用 對 所以作義很簡單的講 英文就是 to be attentive to be attentive 你必須要集中精神注意 導致於你能夠引發一個 在現象界所關注的東西 然後你從現象界再反推回去 他的本體是怎麼樣 他的用是怎麼樣 這一個下個禮拜師傅會把整個完整的 那個信息來給大家 但是這一個是非常重要 他是片行五心所當中的第一個心所 這邊當然都沒概念 對吧 五位白法裡頭 心所法 片行 片行 心所 心所是什麼 心是主觀嗎 心所是什麼 被關 對 object 被我關注的那一個 然後作義是其中的一個 超過五個部位 才有可能趨入不退轉 超過五個恐懼 你有辦法超越這五個恐懼 你才有可能進入不退轉 好 這個我們可以跳過 好來 我們這一個不能審的 我們熱烈的掌聲獻給簡豐文院長 阮桂梁督導 朱一村執行長 全球直播資訊主同仁 基金會所有的同仁 書要獻給大家妙吉祥如意 好 妙是什麼意思 超越二元對立 超越二元對立 妙耶 無上 無上 親近 親近 超越二元對立 對 非常好 五色旅 平安守環 要想辦法跟大家去結緣 小瑞王 你這個中仙麗的筆 你沒有多拿 有啊 這個 這個有一個老師 我 我 我向各位推薦一下 這是中仙麗他自己 自己 護持的 筆也是他護持的 貼子也是他護持的 這貼也是他自己貼的 他就是護持了以後 他希望跟有緣的兩岸的學子來 來那個結緣 而且他那個很重視那個品質 所以他都是挑很貴的筆 你真的不要小看這一支筆 非常貴 這前面有一個紅紅的是保護 要把他拿掉才能夠寫 對 好 所以 所以 我的助理永遠是很小氣的 只拿四支而已啊 只拿四支而已 要落入惡鬼道 對 講得非常好 對 是的 你要落落入惡鬼道 我講了多少次 多給人家一點嘛 多給人家一點 都不曉得講了N百次了 他四支他以為很多了 對吧 所以在他的那個 他的定義裡頭 四支已經很多了 所以他真的要落入惡鬼道 你小心一點 古老的佛法要活出 古老的佛法2500年 一般人就會認為太迷信了 但是現當代最夯的科技 都來證實 古老的佛法是最究竟 而且他所言所說所行 都是最正確 所以我們要藉由古老的佛法 活出當代科技的新潮嘛 你這樣子你才有辦法射受你的朋友學佛嗎 對吧 好 這一個 這一個我還是要強調 我們有三塊 主題內容還有會通 事宜解惑 這個科學與宗教不一定每一次我都是會拿科學 我講過科學的影片 你如果每一個禮拜都在看科學的影片 那是錯誤的 你一定要讓科學的影片落實在你的日常生活當中 你看看名人怎麼用嘛 對吧 名人怎麼把當代的科技活出精彩 這是你要學習的 你不能整天都沉醉在科學的影片 那也是錯誤的對吧 好 那這一個會有知見方面的事宜解惑 所以我們就要來講第七講 解身秘金雲 去除三民歹的第一憲法要住 所謂三民我把英文都解 都秀出來了 我所有有加上英文的你應該都要特別留意 那就是代表他很容易被誤解 所以你需要更多的關注到 如果你懂英文當然你從英文去了解他就更容易了 三民 3Awellness Awell就是覺醒 所以三民是來幫助覺醒的 所以三民是什麼 宿命名就是宿命以宿命 宿命就是累世的這個所積累的這個智慧 用智慧來判準自己跟別人累世的種種 自己跟別人 天眼明是什麼 以根本治 以根本般若治 所以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以根本般若治 來判準自己跟他人未來要走什麼樣子的路 這個累世 就是累世譬如說你累世你過去是曾經是猴子 這就是宿命名看出來的嘛 對吧 以此類推 若敬民是以聖者的智慧超越一切煩惱 所以三民雖然有三種 不能只知道他的結果 應該同步的知道 他能成就這樣子的成果 他是立即在什麼樣子的智慧上面 終極本質 這個時候講終極本質就不對了 對 不同的智慧 宿命的智慧 我們的播者根本是 另外陸敬民是 聖者他修行最終累積出來的那個智慧 就是一切到種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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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个字吗 一切字道种字 一切道种字吗 这就是圣字超越了一切烦恼 三明是就阿罗汉而言的 可是在佛教所谓的三明 我们会用三达 所以你在佛经里头看到三达 你就要知道他讲的就是三明 所以如果我们的行者修行的人 他已经修到具足三明的话 他就能够在就是在现在的时间空间里头 恒常的安住在法喜充满当中 这法味的这个清净当中 这个要是清净的意识而不是快乐 法喜充满其实要强调的还是清净 就是二 但是我的经文搞错了 对啊 限住法药 我刚刚举例的三明 但是我现在要讲限住法药是什么意思 就是安住就是什么意思 又是安住 失误给曾经给过一个非常精准的 就是一般的名词 因为你安住还是佛教名相 立基在法药中 这个药指向什么 如来的法身功德 根据这一点 因为如来的他具足法身的功德 所以他能够令世境生起 这就是所谓的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缘起的方法 是因为如来有法身功德 所以他能够令世境生起 感召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那这对世境所献的众生而言 就是大药 对佛而言就是法药 因为他有法身功德 对吧 师父在讲那个 叫生命更有意义 就是Mask的那个他的观点的时候 书已曾经解释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看你们还记不记得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跟世间人所视线的大慈大悲 最大的不一样在哪 我在Mask的那一次的开场视频 那一次的开场视频叫做人生更有意义 我有阐述 什么叫做 因为Mask他当然是一个大慈善家 这个毋庸置疑 怎么知道他大慈善家 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指向 要帮助人类迈向更美好的明天 但是为什么他够不到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所以当你 这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你们一定都听过 对吧 但是你从来没有想过 什么样子的行为才够得上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这边是讲如来因为法 有法身功德当作基础 所以他时时刻刻都可以让世境生起 这个智世双运 自然带动的是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但是这样讲你还是不清楚 对吧 那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跟一般的大慈大悲 最大的不一样 他打破了 我现在再讲一遍 他打破了众生源慈悲 什么叫众生源慈悲 很多的大慈善家 他虽然很慈善 就是说我要带全球的人类 飞向外太空 飞向其他的星际 因为地球已经被预告 在几十年之内就要毁灭了 这就是Mask 他犯的错误是什么 他把全球的当众生当作 因为我也是全球的众生 所以我必须为地球努力 那么他忽略了什么 其他更多星球的众生 难道不是众生吗 所以他落在 他错误在 他还在众生源慈悲 他必须打破众生源慈悲 这是第一点 这是第一点 怎么打破啊 就是不管是地球火星 每一个星际的物种 我要体会他跟我是一样的 是同一个根源 所以我没有恶化 我要拯救整个宇宙 而不是拯救一个地球 我们的佛法不就在拯救整个宇宙吗 不是吗 所以众生源慈悲是第一个必须要被打破的 第二个是法源慈悲 你用的法不能是世间法呀 对吧 你用世间法你就把这些你抢救的这个众生 又拖到世间的认识 唯学日益你又帮他们建立了很多的知识障而已 对吧 所以法源慈悲要注意你用的法 好 所以如果医到世境跟世境是合一的障双修的话 因为大药大药就是突破了吴远大师Tony大悲 儿生的法药为什么说法药 是因为有如来法生功德当作支撑 如果没有的话对众生而言我们就说是大药 就是有大药就是从还没有证悟菩提的大药 到我原证菩提我所证悟的法药 因此宪证法药注的境界就是证入了佛秤的如来藏 就是你如来藏的清净心彰显到尽虚空骗法界 而且他讲到你可以有还没有成就以前的大药 勇猛正经境继续成就法药 那你就会视线恒常的安立在法药的这个境界 这就是直接指向佛秤而不再指向那个生文跟原诀 所以解身密经为什么如此的重要 简单的说他在早期的时候就指向佛秤 他不是渐进的说我先介绍给你那个生文原诀法 然后再来给你菩萨法再引导你到佛秤 那他不走这一套的他直接就要你走向佛秤 因为人人都可以成佛 所以他是标准的大秤的经典 所以我们修学解身密经 如果我们没有掌握住这一个精神佛秤的精神 那可以说我们这是枉费修学这个解身密经的福报 再来解身密经又说大敬福田 威宜其境无不圆满大忍柔和成就无减以善奉行如来圣教 所以菩萨去除三明献法要住 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嘛 所以就成就三解脱门 那三解脱门one two three go 三解脱门戴台铃 空虎座两个三张照铃 无怨对无怨是什么 第二个第二个是错无作无作就是无怨 所以三解脱门第二个是无相无相没有相 可是这个空不是各位所理解的空 解身密经曾经对三解脱门的空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义 叫什么大空非常好是张明正吗 好那大空他怎么确定的 好三明正是读 说明大空就是现空那现空是使于现空 縣分加空 縣分加空 那空是屬於致敬 那縣空是屬於致敬 那合一是屬於那個縣空的部分 那明空是分別 是的 是的 很清楚的分別是明空 我大概是這樣說明 對 非常好 讚不讚 對 好 第二次得到掌聲 對 太厲害了 聽到沒 對 是 所以回去要不要複習啊 一定要複習 你沒有複習 不過總比沒有寫回應文好了 新的報告吧 新的報告不是回應文 對 剛寫完還有什麼啦 所以上個禮拜就回答 你第一次 你第一次搶達成功 就是因為你剛寫完新的報告 是上個禮拜 是上個禮拜嗎 沒有 我記得 12月的時候啦 對 就寫完了隔一週 每週還記得 還記得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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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向張明正大菩薩學習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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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要寫 對 對 對 什麼都要寫 對 對 他們的利攤高於你們喔 我不騙你喔 你看吧 那個邱培每個禮拜下課以後 都默默地收拾這裡 搬那個巔峰扇等等 他從來都沒講過話 對吧 然後再來 那個 on already run 那個叫什麼 不是技術器 不是技術器 那個MP3 他們想辦法去找到合適的機種 可以來放口袋的 然後可以幫助大家解決MP3的困擾 對吧 好 張明正 老師能不能說明那個MP3的那個問題 其實有去下單 那那個張兆嶺有去下單 沒有成功 原因是什麼 不明 真的不明 那是大陸產的嗎 他是大陸產的嗎 我想請那個張兆嶺來說明一下 好 基本上是兩個過程 第一個過程是已經下單了 他也通知有了 那最後一分鐘他取消 就是說供應者是大陸那邊供應者 他主動取消 那我現在已經第二次下單了 第一次下單因為中間可以追蹤 但是上次是在最後一分鐘 他對方取消 我們也不知道怎麼 什麼原因我們不清楚 蝦皮是新加坡的 OK 蝦皮新加坡 對 那供應商是大陸 然後我們供應商的 對 那我就跟班長講說 那我第二次還是一樣下單 對 看看會怎麼樣 對 看看會怎麼樣 那因為我個人已經買了一個 沒有問題 所以說如果是數量的問題 那下次就可能要分批下單就對了 對 那這是下單量比較大 喔 那那個 喔 這樣子 還是可以的話 就說順便把那個貼附的事情 對 討論一下 對 貼附我們已經高達19盒了 然後講路啊說他要給我加獎 因為我是最大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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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基本上還是要感謝那個 黃小姐 黃小姐 對黃沛 他不沛金 那是 黃沛 抱歉 黃沛什麼的 黃沛什麼的 他是這樣子 這個要我後來 因為我本來他就是幫我買而已 所以我不瞭解背景 我只知道這個是非常好的 那個人愛醫院的藥 後來他跟我解釋很清楚了 然後這個藥基本上是只供應給那個 聯合 聯合大的廠商 對 台北聯合醫院還有長康大醫院 幾千大醫院而已 對 一般來講我們自己要購買 可能比較困難一點 對 所以要透過他們的醫界 他們看在醫界的名字 要用醫生的名義 他跟醫生有可能有特殊關係 我說你答應我才敢講 他基本上說透過他關係的話能夠買 是 是 我跟你的價錢基本上 已經是打折以後的價錢了 喔 太好了 第二個呢 他買的話等於是一個數量 是以所謂的四合一箱為原則 四合一箱 四合一箱為原則 四合一箱 所以我們目前看起來 那邊已經有十九合了 十九合 所以如果這邊再增加的話 對 張明正要一合 剛好二十合 對 那個 你夠了是不是 OK 如果二十合 那我們就兩箱就可以解決了 對對對 那師父要不要先給您錢啊 不用 喔 好 我去完了以後看看怎麼樣 好然後再向我們收 我們統一交給領頭羊 然後整筆交給您這樣可以嗎 喔 對 這樣子 太敢 所以我說 你看圍事班的 他們的那個利差 喔 高效 持極要害 看到嗎 對 持極要害 對 對你還想補充 對 看得到 看得到 各位同學大家好 因為我覺得好的好的榜樣我們要學 一定要學 對 像他們 我一進來從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到現在 對 他們像胡家培 對 他也是成長很快 成長很多 那個我們的張明正班長 我記得我跟他第一次接觸的時候 老實說他有點油頭夾臉 真的他 我說哎呀我們這班長 他又說 我就想說 因為他當選的班長 所以愁眉苦臉起來了 對 沒有在這之前我第一次遇到他 他事實上愁眉苦臉 那那個我們的家培師姐也是 我就想 那但是你看才幾個月時間 12月11日到現在 第一個他讓我們看到勇猛 什麼是勇猛精進 他們一定都有複習 然後答體也極重要害 然後他不確身 說直覺思維就直覺思維 也不像我們臉皮這麼薄 也不用訓練半天 對 然後要走人 講那個說123 都要走人 好幾次法師都實在說 怎麼都沒有人舉手 那這種情形 對這種情形在維世班 是很少看到 那第一個他們勇猛精進的精神 然後對法師的一個 那個對公敬心 然後投入 而且他們的利他是看得到 然後回答踴躍 這是我們真的是要自己檢討 我們看別人的進步 我們真的是弱了啦 不只是對傑西軒 我們真的星期四的同學 自己要 要法師反而對星期四的同學 是給於比較嚴格的訓練 對 但是維世班的同學是自發性 對 這差異很大 我們是被動法師 我要訓練你什麼什麼 但是維世班同學是自發 對 那他讓我看到像 像今天也是好像張兆林同學 在問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什麼 我們 翁翠平 翁翠平 有關於那個閱讀量的精靈 你看我們都是被要求的老半天 像腦牛拖車 後面一直打一直打 然後不願意前行 但是反觀 反觀這就是說 維世班的同學 他願意 他事實上 對他而言 他只聽到閱讀量 可是他會想要 他要 他要學習 他要參與 這種完全不一樣的修行態度 一個是自發性的 生命態度 我真的真的深深的佩服 所以如果同樣的時間 如果法師training 星期四 把這些精力拿來training 同樣的維世 今天老實講 成就就會不一樣 因為已經看出來了 就可以跟傑宣的地址比拼了 對啊對啊 所以真的要加油 因為我真的覺得大家的感覺 那整個是不一樣的 我們星期四的同學 反而就比較被動一點 非常被動 沒有功課 法師給的 事實上給的關注是相當多的 然後大家一training下去 就跑掉了 我不要這樣 我不要那樣 那反而 反而星期 就是說 維世班的同學 知道知福喜福 對 他真的是比較落實 對 所以我真的覺得 當然我自己表現也不好 但是我看得出來 我有在關注這個 這個就是說 我雖然表現不好 他們的轉變 對 他讓我感覺 每一個人像誰 像誰有進步沒進步 事實上我們是觀察者 雖然自己本身不夠精進 但是事實上我會觀察 譬如說胡佳培有笑容了 對 這個很明顯 因為以前他就坐在我後面 你知道甘心7歲他說 還有胡佳培美女 胡佳培他也知道是美女 是啊 然後張明正也是 因為我跟他是最 直接比較有接觸 對 我記得我 他那個 當選班長 他第一個就想說 可不可以不要 然後這個 他要當逃兵了 是啊 你看現在整個額頭都放光 發亮 對 而且笑得很可愛 真的真的 我覺得真的是 特別開心的感覺 對 真的這一圍士班同學 我們要好好的向你們看齊 對 給他們掌聲鼓勵 對 真的非常好 還有一次 還有一次我舉例的那個文書的經典 對吧 然後 對 那一次也是讓我特別觸動 特別感 就是感動 就是 我舉例完了以後下課了 然後 我聽到張明正在講電話說 我馬上就下去了 我馬上就下去了 因為張明正就在跟師傅請教 文書還有哪些經典 我說那我來上課 第二堂課不就列了表給你們嗎 他說 現在張兆林就在三樓那邊找文書的經典 你看吧 你看吧 這種精神 我就希望禮拜四的同學 你一定要奮起學習 這種高校 然後這種想要補自己的不足 的這種生命態度太重要了 我覺得太重要了 對 好 感恩您的發言 算 這個人就是破命成長 當然就是破命成長 所以我相信 那個維斯班同學的家人 一定看得出他們的變化 他們的變化 那要就是說你這樣子去 人家看到你變化 你要度化別人 度化家人 才有可能 那當然我從這個就可以表現到 度化別人 還是說閱讀量的精靈也一樣 其實也是一樣 這一切都是同樣的道理 他們展現了破冰成長 我印象中第一堂課來上課 下課以後 他們一下子就不見了 留下來都是這邊 這邊看起來是一團和諧 然後兩個行程很大的對比 對吧 慢慢的我就發現他們 他們跟進的那個速度 不是一般人所可以想像的 他在後面的充斥的那個力量 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 非常的了不起 我剛剛就取了 會向經典學習 然後他會想到 這個MP3這麼的重要 我怎麼來利益大家 對吧 我禮拜四的同學 都是在那邊等著師傅給你MP3而已嗎 對吧 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對 那一邊 一邊車下去人跑掉 對 對 對 我真的 真的覺得我為什麼一直 在講我媽媽的事 真的覺得能夠接受法師的調教 真的是福報的EST 那如果今天被捶打一下子就跑掉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必須要真的是 真的這個機會很難得 因為法師 但是你沒有讓他們知道師傅怎麼海K 真的我每次 因為我必須到法師的療房去 去辦一些事情 常常聽法師在K傑西宣的 地詞 那真的不是人 人能夠 我在旁邊聽我都 不是人所能夠忍受的 對 可是人家都這樣子 法師在敲打的時候 他們都說 對 不好意思 立刻改善 我立刻改善 懺悔 立刻改善 對 對台灣同學的敲打 卻是一打下去 大家 我不要了 對台灣同學 對 真的是柔很多 真的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 為什麼 兩岸的那個 能夠抗壓力真的是不太一樣 所以我才會想說那個 訓練 訓練的那個 強度不一樣 張力都不一樣 光是我在想法師 只要要求每一個人三點起床 甚至五點起床 全部都跑掉一半 跑掉了 光什麼都不要做 只是說你們要修行 要早一點起來 就跑掉了 對 對 所以那還能做什麼事 對 訓練都很早就把那個 要公告的資料丟出來了 而且 三四點就在發資料給台生 他們都還在睡大頭 對 因為有知道訓練宣要 他們承擔聖職是用這種心態 然後被 而且每一個人都要有聖職 對 都要有聖職 為什麼啊 因為你沒有聖職你就會 站著講話不腰疼 以止氣死 對吧 你當聖職人員 你是主事者的時候 你就知道那個甘苦 你就不會對別人無理的要求 對吧 那你沒有經過這一關的衝刺 去磨練的話 你永遠放不下你的共告我慢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訓練每一個人都要有聖職 那哪有那麼多聖職 所以你要開發啊 你不能 訓練的成長 其實有一半是我的弟子 自己想辦法開發出來 開發各種的聖職 沒有聖職你是不行啊 你活不下去啊 你自己要想辦法 還有什麼聖職沒人幹 或我們可以怎麼更好 你自己要想辦法 對吧 是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的張力 對 一般人會想這麼嚴 一定沒人要參加 結果因為這麼嚴 越來越多人 中間我們也曾經用過 因為剛起步的時候 你不可能用文書 一定用觀音法門嘛 這個鼓勵啊給糖吃啊 那種效果都不好 為什麼 真正的K下去的時候 那些人一大票都走 對 最最厲害的一次是 2016年的11月 我在天津講座 然後快要講座的前三天 我就說每一個人都要帶一個人 到天津 北京到天津 高鐵只要半小時嘛 對吧 所以我就說每一個人都要帶一個人 那時候的決心人很多 一百多個人 然後 要開獎了嘛 就是前三天我公告這個信息 然後我說只有一天的時間 你要告訴我 你要丟回來給我 要參加報名者的那個姓名 結果52個人不理不睬 我52個人一起開足 一般人他沒有這個膽識這樣做啊 因為你的講座那麼大的場子 你52個人都沒到場 那剩下來的人怎麼填滿你的空位啊 我不會怕這種東西 為什麼一定要開除 肅清負能量嘛 你這負能量不肅清的話 好的人不會進來 不可能的 不同頻不共振嘛 對吧 所以師傅立刻就把這些人 52個人一起開除掉 結果 那個天津講座那一天大爆滿 而且那一天真是很大的考驗 霧霾啊 所以高速公路都被封鎖了 好多人要開車過來的 車子上不了高速公路 後來那個講座完了以後 那天還有外國人來參加 那天講座完了以後 我們接下來又開了一個選粉交流會 允許他們向失誤無限制的提問一個小時 然後在那個選粉交流會的時候 我有問說你們怎麼過來的 那些人我都不認識 他說我就是把車子趕快停在路邊 然後趕快坐出租車去高鐵站 然後買了票就趕快過來 結果爆滿到什麼程度啊 那個酒店一直在加椅子 一直加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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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夠 還有人站在後面 你看 所以你要怕什麼 我不知道你要怕什麼 你需要有膽識 菩薩就會附資著你 所有的事 所以我們那時候要演那個超越一劇的時候 那是舞台劇嘛 尤娟的愛人甘久航他就說 他跟我我們兩個就是最能夠溝通這個藝術表演這一類 然後我們兩個決定了決定要演了 而且只有兩個月的準備時間 他回去跟尤娟大博士講 尤娟說 哎呦拜託哪有可能 我們什麼表演的技巧都沒有 我們哪有可能 甘久航就糾正尤娟的想法 他說你千萬這句話不可能這件事情 你一定不要再出現 我說 他說你沒有看師父視線那麼多嗎 師父什麼都沒有 而且他是一個境外人士 對中國大陸也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 決宣成就多少不可思議的活動 他說 所以結論我要告訴你的是 師父的事是父法神在做 你以為你是誰啊 你認為你很厲害 然後你幫師父做這個做那個 都不對 你做的是芝麻綠豆小事 真正重要的事都是父法神自己在操作 對啊 央視的導演我哪認得啊 我一個也不認得啊 總政的導演總政 央視是民間的 總政是軍方的啊 總政的導演也來 央視的導演也來 你到哪裡去找那麼大咖 真的你找不到啊 我當年2012年在錄那個文書八字真言的時候 你看宋錦大教授 博士生導師啊 中央音樂學院那是 中國大陸最頂尖的音樂學院 博士生導師 他親自來為師父 做這個曲 一毛錢都沒收 我剛剛講的這些人 那麼知名的大咖 沒有一個人收過師父一毛錢 無償完全的無償的奉獻 所以師父要錢要幹什麼 師父不需要錢啊 你要的是努力為眾生賠福啊 你需要的是努力教化眾生啊 這就是音樂的 剛就好像講的 師父的事是父法神在做 你真的不要以為你為師父做了什麼大事 你做的事太小太小事了 你如果靠你的話 你沒有辦法成就什麼 超越一句不可能 沒有辦法成就一百場的工藝活動 都不可能 一定是師父在背後 努力為我們賠福嘛 努力的加把勁用功嘛 才有那麼大的能量嘛 所以我一而再而三講 一定是要跟對食物用對方法嘛 對吧 你們好有福報啊 對啊你們好有福報啊 我媽媽延寿二十年 我相信沒有人有這個辦法 對 我為什麼要站出來講 就是我 我是受益人 對 我真的很希望說 大家 大家能夠抓緊機會 而且無償真的 我也真的不敢講 看盡法師什麼時候留在台灣 什麼時候要國際紅髮 我們看似法師在這邊 也許下禮拜法師就國際紅髮去了 對 那你能夠 所以為什麼能來一次算一次 能夠拚一次閱讀量 我真的 我自己的閱讀量也跑得不好 但是我知道這個就是背後福報的支持 對 我只是佩服 我今天能夠救一個人就救一個人 我今天能夠發十個就幫助十個 總比我什麼都不做來得好 對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樣 我沒有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因為但是我知道是 我之所以閱讀量運作沒有那麼精彩 是我的福報問題 我沒有消業 所以我沒有辦法展現出有傲人的成績 一旦我努力 就像我媽媽那時候在救我媽媽的時候 那麼精進 自然你的現象界就跟著一起好起來 這是有方法的 那我們不能全部就說壓力太大什麼太大 當無常來的時候要戰爭的時候 你能 你的壓力大 對啊那時候才真的大 救不了你 所以才說我們現在還沒能夠 很有能夠有錢吃飯 能夠沒有戰爭 我們比烏克蘭那些都好太多了 是啊 所以我們一定要珍惜不管這樣子 像法師已經把法藥告訴我們 我們要超越二元對立 哪怕現在已經準備要戰爭 我們也是能夠因為即時的賠福也有辦法 能夠有一條深路出來 所以一定是即時的能夠做一分就一分 一定要起早起早開始 起早開始賠福 因為時不我語 無常什麼時候要來不知道 所以每一個人都應該做好準備 特別是修行者 你本來就是應該要隨時做好準備的嘛 不是嗎對吧 這就是師父為什麼一無所有啊 你相不相信師父連保險都沒有 我沒有保險耶 我沒有買保險耶 我的那個健保 是一個朋友在幫我付啊 那我沒有私下買什麼 私人的保險沒有 我從來沒有不幹那種事 對 那太好了 反正是從頭到尾都沒有 那車子也是別人的 車子我現在開的車很大2500cc 人家以為說我很有錢 那那個是一個朋友開了十年的 然後他以前我從寺院下來的時候 那個沒有車嘛就坐公車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要按鈴啦 然後坐到火車站要下車嘛 我叫按鈴嘛 後面兩個高中生說火車站也在按鈴 火車站本來就一定會停的嘛對吧 什麼都不會 什麼連坐公車都不會 然後後來那個朋友就送給我一部1600的車 也是他開了十年 我又開了十年交起來就21年 然後他後來現在一兩年前又供養我 他開過了十年的那個大車2500cc 所以我都沒有 我反正我有什麼車我就開什麼車 我也不在乎 對是 以前的賽車好手也能開1600的 1600cc的在台灣 那你說要你怎麼解釋 這不就超越二元對立嗎 超越優渥 還有超越你的困境嘛對吧 我不把它當一回事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 也是非常好的一個訓練嘛 不是嗎 我徹底就什麼都沒有 我停車費有人供養 唐主力還在供養我的停車費 健保有人供養 還有什麼有人供養 反正你想到的費用都有人供養 從頭到尾都有人供養 我就徹底一無所有 徹底一無所有 你們供養我的我都 幫你們去賠福對吧 對 是 對 都有人 對 都有 都有 莫名其妙拿一個 這個這麼高檔的手機 我這個以前 我還在用丁建峰就是那個 Intel那個R&D經理 研發部的經理 他在好久以前供養我 Apple 5 64G 當然徹底不夠用對吧 後來有一個福建的土地供養我 Apple 7 Pro 那就很棒對吧 可是因為我的微信的帳號 人太多了 太多了 幾千人 所以就沒有辦法再加了嘛 所以那一個的帳號我就不用了 所以那個手機也就 也就沒有 有在用啊 當熱點用啊 對 然後就 就只好回到那個Apple 5 就是 本來他就是在台灣用的 那 Apple 那個Pro 7 是中國大陸在用的 後來我回到台灣以後 就一直用那個 Apple 5 只有64G啊 然後你們聽過我抱怨啊 我只有64G不夠用嗎 我從來沒有做過這種抱怨 有手機用已經都要感恩了 這是尤娟供養的 尤娟跟他的愛人供養的 他都沒有跟我講耶 他都沒跟我講耶 我們 對決心的土地很嚴的 你要供養師傅要經過師傅允許啊 你要寫申請書啊 我不允許 代表我不想跟你供二耶 不是 不是你要供養我 我就要讓你供養啊 對吧 然後他這個都買好了 他才寫一個申請書說 他跟他的那個尊夫婦要合力供養這一個 還不敢讓我知道是什麼型號啊 只是說師傅你需要再換一個手機了 因為他說老丁說 你現在手上的是iPhone 5只有64G 所以他說可以供養你一個手機嗎 他因為他沒有跟我講他要供養什麼型號嘛 我就說好吧 那你就供養一個那個iPhone 8吧 因為我手上不是有一個iPhone 7嗎 我說你供養一個iPhone 8吧 他說 只有iPhone 8嗎 我說 要不然現在發展到哪裡了 他說我去查一查 查一查就把它寄來了 查一查就就寄來了 寄來了 然後我去從舊的手機倒到這裡的時候 那個新加坡的機師跟我講 這是最新的 這是最貴的 對 是 所以我夫婦何求 我真的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 什麼都是與他和平共處 最爛的手機我也用得很開心對吧 他整天都在數落他的手機 他還用iPhone 8 你是 對啊 他用得還比我好 整天數落他的手機 但是我 我這個愛護我的手機 對 這個為什麼要講這個 你要知道你的生命態度影響你一整身以外 還有你接觸的每一個人 所以你想要有貴人 所以你想要有貴人 你就要像師父這樣 你愛別人永遠比自己多一分 然後你要把眾生磕在你的手掌心 呵護著 這兩個大重點 你一定得要做到 不管你再苦再累 這就是兩個你一定要做的 非常重要的這個利他工作 你沒有這兩個的話 你說你是修行 其實那也是修假的 無常來臨的時候 你經不起考驗必然要到 菩薩給我那麼好的身體 我講過嘛 我在台灣起飛 高溫到那冬天高溫到二十八九度 像最近不也很高溫 我飛到北京的時候已經零下四度了 你看那麼大的溫差 溫差超過三十度 一個七十歲的老人都可以扛得住 不生病對吧 這不就是修行的功力嗎 否則你怎麼知道這個人修行功力是怎麼樣 而且常年我都是這樣跑啊 沒有我沒有休息過一個禮拜沒有啊 我在這邊教書 我只有請過一次假 我不是在台灣而已啊 我全球在弘法的啊 我只有請過一次教 是因為我去參加中藥與和平的生活營 那個共榮晚會回來的時候很晚了 而且我那個時候有教國外的大學啊 遠去教學 一定要趕上十一點以前 要抵達他們為我安排的療房 是我獨立一個療房 那個療房本身就有WiFi 我急著要跑回去我的療房 因為眼看著只剩下五分鐘 我在跑的過程摔倒了 因為全部都黑的嘛 那個是在一貫道的道場 在山裡頭整個全部都黑的 我住的地方是叫做VIP room 但是是在他們的辦公室的那一棟樓 那行政大樓五點下班就全黑了 只有我一個人坐在那裡啊 為什麼讓我住在那裡 那裡才有WiFi啊 我才能教學啊 你要知道啊 對吧 我就跌倒了 腳就腫得像大象 大象腳一樣 那我沒有去看醫生啊 我以為我到 那是禮拜天的事嗎 禮拜六的事 禮拜天要回到台灣台北 然後那幾天 因為還沒認識張兆玲嘛 還沒有那個膏藥可以貼嘛 對 腫很大啊 然後我到 我還不願意放棄說 我還要繼續教學 禮拜四早上我看那個腫都沒消 我拍了我的大象腿給阮桂梁 他那個時候是副執行長 他說師父你一定要休息 你一定要保重啊 你這樣子的話不能再站著講課啊 對吧 我就只有休息那一次 15年來我沒有休息過 沒有過一次 所以對那些請假的人 是不是他太愧對我了嗎 對吧 張明正我不是在講你啦 就是說這個精神菩薩都看在眼裡 對吧 我要請假有誰敢說不要 沒有人敢說不要啊 對吧 昨天有一個人找我去廈門紅山市 因為他有一個就是有外國人來訪 六月份的時候 我就說我不行 因為我禮拜天有課 他說那你以前禮拜天可以 我說以前是以前 我說我從12月11號開始禮拜天都有課 所以就現在就很困難了 要走那麼幾天就非常的困難了 所以你要知道師父的忙碌不是你所能夠想像的 但是師父都可以多頭運作 方法都傳授給你們嘛 對吧 你一定要聽話 聽話照做就沒錯了嘛 對吧 你就看到一個活生生的老人在你眼前 活得這麼健康璀璨睿 對吧 眾人你不跟著他修行 你還要跟著誰修行啊 對吧 真的真的而且師父還可以跟無形的溝通 楊宗憲他弟弟楊宗林被綁架 被外林被三太子綁架 我不是說三太子不好喔 他那個應該不是正的三太子 就失蹤了 失蹤72天 師父不是把他救回來嗎 救回來你以為就那麼容易啊 你得要去跟無形的外林去討價還價 要去溝通啊 溝通到他願意放人啊 不是那麼容易啊 我視線跟無形的外林可以 可以共融還可以溝通 我視線搶救張靖大律師就是四川的那個 他爸爸那個王臣張德宏老菩薩 我視線我成功度化他 他到最後來跟我們念佛嘛 他念的是我們是念南無阿彌陀佛 他念的是南無阿彌陀佛 後來整個都圓滿以後 我出去問曾經大律師說 為什麼你爸爸念南無阿彌陀佛 他說這就是四川話 他說我爸爸基本上不信佛 也不屑於信佛 他說那你怎麼知道我爸爸念南無阿彌陀佛 我說他就跟著我們念佛啊 念南無阿彌陀佛 我還跟他講說 我們都念南無阿彌陀佛 你要跟著我們念南無阿彌陀佛 你不要念南無阿彌陀佛 那磁場不對嘛不一樣嘛對吧 你看失物都視線你完全不可能 為什麼我那有證人的耶 我的徒弟在旁邊念佛 他們都看到我怎麼跟亡靈溝通啊 到最後那個他的腳尾燈發炉 這也是看到的是誰 陳丹熙 陳丹熙教授 他是一個音樂教授 中國藝術學院的音樂系教授 然後還有一個是中仙麗兩個人 我們一般就兩個人在念佛嘛 然後兩個小時再換兩個人這樣子輪流的 食物都可以度化那個亡靈 到最後他願意跟我們念佛啊對吧 那這個功力真的不是一般人有的啦 你這一定 我的徒弟為什麼那麼服我 是因為他看到師父的視線太多 太多不可思議的 對 好 來 大進福田 威夷即進 無不圓滿 大忍柔和 成就無簡 以善奉行如來聖教 就是菩薩他具足三明了 所以他可以呈現就是常住在法藥 所以他成就了三解託門 剛剛考了大家 那個那個張明正回答得非常好 憲空 空 無相 無願 叫做三解託門 成就大進福田 這個大進就是清淨 那換我要考你了 什麼叫清淨 1 2 3個 大進就是清淨 來 不是 這邊的是這邊 這邊是這邊 才不會亂掉 才不會亂掉 師父 各位師兄 親淨就是不思善 大進 大進 大進就是清淨 是的 是的 什麼是清淨呢 清淨就是不思善 不思惡 超越二元對立 超越二元對立 超越所有的二元對立 善惡的對立 然後呢 生死的對立 染淨的對立 叫做大進 大進 也就是廟喔 廟吉祥如意 廟就是大進 就是清淨 就是超越二元對立 就大進福田 所以我們如果沒有辦法做到超越二元對立 沒有辦法進入三輪體空的話 我們的福田還是叫做有向培福而已 還在亮根樹的樹福當中 可是菩薩他成就了三解脫門有空 那一個重點在支撐 所以他必然是成就大進福田 唯於極境如如不動無不圓滿 對吧 大人柔和成就五檢 以善奉行如來聖教 這是來自《花花經》 我把它引出來 如來依者柔和忍入依 是 就是如來所謂的依 依就是來護佑眾生的叫依嘛 對不對 是用什麼來護佑眾生 用柔和跟忍入 你認為那個 釋迦摩尼佛就沒有人挑戰他嗎 誰挑戰他 怎麼還需要摩 他的親人就挑戰他了嘛 他的表弟有沒有 提婆達多非常好答對了 提婆達多對他的表弟就 就跟他前世是二緣嘛 對吧 還拿那個大石頭扎他的腳 讓他 讓 對 讓佛出血 對 進入 五個會讓人墮無間大獄的 無間 對 無間地獄的 就是出佛血生嘛 還有什麼 破和和聲 對非常好 還有呢 殺父殺母 對 殺阿羅漢 你說我沒殺阿羅漢啊 錯了 你殺的人他搞不好已經憎悟阿羅漢 你不知道啊 對吧 是不是 對啊 是啊 你走在 師父走在路上 有人知道我什麼身分嗎 我什麼境界嗎 當然沒有啊 是不是 所以這個人來歷是怎麼樣 沒人知道啊 就有一個人走在路上嘛 對吧 你說寒山吧 寒山破破爛爛 也是一個乞丐 有人知道他是文書的化身嗎 不知道啊 每一個人都笑他拿石頭砸他啊 對吧 然後他只是大笑說 你們才是瘋子 你們笑我瘋 你們才是真的是瘋子啊 對吧 問題是他的話沒人聽懂啊 好 好 所以如來的 護佑眾生的一 用什麼來護佑 柔和跟忍入 忍是能忍的心主觀喔 入是什麼 索忍的對情 你看這個都跟 能索有關 就是跟為始有關嘛 對吧 對吧 所以你看吧 你詮釋滑滑天台的經典 你也可以就這樣念過啊 如來一者就是要用柔 柔和忍入 你沒有帶進來為始的觀念 那是不對的 你在這堂課 你本來就應該要帶進來為始的概念嘛 所謂忍是指能忍的心 入是指所忍的對境 以能忍的主觀的心 對至所觀的這個 能夠忍的這個境界 來防止惡業 用以保護法身 所以為什麼要柔和忍入 是為了要保護法身 中論解聖密經所教導的 都是聖元亮的聖者之教 一定是聖元亮 所以他叫做密義 他叫做玄之又玄 因為今天討論太多生命的態度 所以中間似乎不下課 你們如果要上慰身間自己去 自己請便 解聖密經 富有無量 菩薩摩赫薩 從種種佛土而來集貴 接住大乘 由大乘法 特別重要 我剛剛有考大家什麼叫大乘 現在馬上來了 於諸眾生其心平等 離諸分別及不分別的種種分別 你看菩薩眾 是從種種的佛土而來 所以他不是只來自一個釋迦摩尼佛的畫土 不是啊 當佛經當中論其畫佛畫土的時候 就是說諸佛畫一個佛畫一個土 很多菩薩來自不同的畫土的時候 你一定要警覺了 這個就是準備要論說不二法門的如來葬經典 這個特別重要 否則他不用強調這些無量的菩薩是來自不同的佛土來集會 為什麼要這樣做 準備要深論這個重點是不二法門的如來葬經典 解身密經來跟大家分享指觀跟成佛觀跟真如觀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文書的延續 文書你這一輩子能夠跟隨由文書修行 那太重要了 文書是諸菩薩成佛最後的靈門一角 我不管你修什麼法門的菩薩 你最後要成佛 你一定會經過文書的海啼跟法教 為什麼 為什麼 One two three go 修天台的菩薩 他要成佛 他一樣必須要經過文書海啼 來 師父各位師兄 衹阿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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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我恰喻 弟子翁翠萍適著回答 因為累識的業障深重 嗯這個師父解釋過哦 解釋恩多遍了 好 是因為必須要體悟不二法門 然後體悟因果不昧罪性本空 不被因果所束縛 这样我也不能说你不对 但是你没有直擊要害 那我们两个都算错 对你们两个都算错 有答没有对 文殊智者 可是这样子也太空泛了 你要成佛成佛是什么意思 对你的根本智必须要觉醒 要彰显无尽虚空骗法界的彰显出来 文殊就是负责开发你的根本智慧 让他尽虚空骗法界 你没有文殊的调教 你这一招是不可能的 文殊就是负责 那个 播着根本智的无限的彰显 所以在大乘那个新立观经里头就讲三世觉母妙吉祥 三世过去世现在是未来世的觉母 就是帮助你成佛的那一个人就是妙吉祥 只是有经典一句的 好 所以他说如果当经典里头有讲到诸菩萨是从众佛土来的话 你就要知道了 准备就要论述不二法门 这也是如来藏经典的重心 接住大乘由大乘法 这特别重要 大乘意指无上大乘法 跟一般的大乘 所说 二转法轮 这是不一样的 比如波罗经很多 波罗经也都在讲 讲大乘法 他这边要讲的就是你一般的 比如金刚金棒也是在讲大乘法 他是讲的是二转法轮 只讲空 但是三转法轮是怎么样 讲如来藏 讲狮子猴 是叫做三转法轮 无上大乘法 立即在一如平等性 看到没 师父为什么一定要让你看那个大圆圈 一如平等性在哪里 在大圆里头的第几块 一如平等性 第几块 第三块 第三块就是他已经超越了前两个了 所以才能够展现一如平等性 所谓无上大乘法 是立即在一如平等性 不是二乘只讲空的那个大乘 超越诸分别 正物众生平等的一个叫做无上大乘法 简单的说他要强调的是我这本解身秘经是无上大乘法 我不是只是在论述空而已 我是要论述一如平等 我要讲的是终极本质跟现象界是终极平等的 多重要的一部经 他论述到三超越 对他论述到三超越 没错 到二而已 所以才叫缘起性空 对吧 二转就是缘起性空 现在要拓展到三超越 所以我看那个维时班的同学刚开始都是讲元起性空 就是在二超越 现在他们也都能够跟上那个进度 进入一如平等性了 所以你看那个解身秘经是不是跟文书息息相关 真的是息息相关 对 对是 非常高了 真的是非常高了 对 所以当初我选择要讲哪一部经的时候 也是伤透脑筋 因为我不想 不希望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来上课一定要让你有收获 对你的人生生命态度的提升 一定要有帮助 所以我是这么谨慎的一个人 解身秘经 他可以吹拂一切 众魔怨敌 远离一切的身文读觉所作义 这个作义刚刚一早我师傅就已经讲了 to be attentive 下个礼拜师傅会吧 更精彩的作义的解释 跟大家分享 但是基本你一定要知道 作义就是to be attentive 集中注意力 广大法为喜乐所持 这边是喜乐了 不是喜要 超越五部位 有作义你看吧 有作义 我这边有写了 如果有作义这个事情发生 to be attentive 就有分别了嘛 因为你就注意到了嘛 你却在起分别了嘛 你第六一时就在工作了嘛 在如来藏的境界 就没有注意来扰这一件事 因为你是激进的嘛 你是如如不动的 所以是不需要像申文仲 我这漏了一个文 申文仲做四圣地观修 进而又晋升到原觉的十六形象来修学 解身秘境他不是走这一套的 他不是 他是超越了作义的束缚啊 因为你如果走作义的话 你必定要利用四圣地苦其灭道来观修 然后这个是申文嘛 你还要进步到 提升到十六形象 这个是原觉的修行功课嘛 有作义就启动了片行心所 这个就是胡家伯今天早上跟我们分享的 变形心所有五个 其中第一个就是作义 来赶召吹拂魔怨 因此奉劝行者应该慎用作义 为什么要慎用作义 不是每一个作义都是好的 因为你有作义必然有分别嘛 你又落在前六世的第六世里头嘛 所以才说要慎用作义 才能够令广大的法卫 法卫就是妙 妙之卫我打错了 妙之卫安住在法药 法药就是法喜之中 超越五个部位 第一个是不活位 不活位不是说贪生怕死 而是什么 是因为无以为生 就是苦到没有办法过日子 就像师父吧 也有像师父一样 一无所有的师父 你们有看过吗 有啊对吧 有些人他为什么在寺院他就待不下去 因为太苦了嘛对吧 你在家不愿意扫厕所像你啊 在家不愿意扫厕所 你出家你就得从扫厕所开始啊 对不对 我们的那个长老啊 我们的那个什么 沈荣海大菩萨 他自己申请去扫厕所 多么了不起啊 我们给他掌声鼓励 这太了不起了啊 对是他自己申请啊 去扫厕所 这都是大成就者 你看了吗 六祖会能在那个堆栈房里头 采那个 采米嘛 采堆栈嘛对吧 都是出众的工作 我们在寺院 你知道那个罩有多大 这么大 你根本就 你连要刷洗都不可能 而且是铁的生铁的 特别重 像我不高嘛 我才156嘛对吧 要刷洗 你一定要轮大聊啊 你不管你会不会煮饭啦 反正你煮得很烂的话 也没人 人家会包容你 千金大小姐不会煮饭嘛 那么大一个 那一个烧那个火柴的啊 不是瓦斯的啊 那么大一个罩 你连要刷洗都没办法 你还拿个小板凳 站上去刷洗炒菜 煎煮炒茶 你样样都得学 你不会都不行 所以为什么有人在寺院 都待不下去 我们还要砍柴啦 还要挑水啦 对吧 因为我们那个罩都是 都不是瓦斯的嘛 都是烧柴火的嘛 所以那你说干嘛那么苦啊 今天现在不是有瓦斯吗 一桶720他告诉我的 不是叫一桶吗对吧 寺院好几百人嘛 你叫石筒来等着嘛对吧 那为什么不这么干呢 磨练你的心性嘛 完全就是为了磨练你的心性 你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 你出家必然很苦 你活不下去的 真的 你要下山买个盐 买个拖鞋 都得披夹沙 然后到老婆上的疗房 跪下来向老婆上请假 老婆上说不准下山 你就不准下山 你说我没拖鞋了 没拖鞋没关系 赤脚 你就反正你都没有任何理由 可以反驳的就对了 所以有些人他就过不下去 他就凡俗了嘛 还俗了也赚不到钱 我们寺院有一个刘美的硕士 他最后也是还俗 就无以为生了 无以为生 陷入部位当中嘛 恶民卫害怕你的法身招人家侮辱 说你是邪法不正法什么的 恶趣你自己害怕陷入什么 三二道 然后再来死位就是害怕死 再来磨位就是害怕磨来考 所以他这边你看吧 洪志大家注意看一下 一定要远离一切生文原诀所有的作义 如果你的作义是刻意的要求生文法或原诀法 他就有讲说你千万不要这样做 你不需要有作义 你需要不需要像生文仲做四地观修 你也不需要像原诀仲做十六行观修 这都需要作义啊 他为什么这样主张啊 作义不是很好吗 to be attentive大家都非常集中精神 那不是很好吗 他为什么说你不是你看啊 他说奉劝行者一定要慎用作义 为什么 告诉我原因 因为你如果作义 你被陷在生文原诀 这不是他的目标 解身密经指向什么 佛秤嘛 刚刚上一个PPT不就解 他指向的是佛秤嘛 他不要你中途取证没有意义 他说你应该要避免这样子的修学方法 多重要啊 真的多重要啊 所以他为什么跟法华经可以对话 法华经也是一秤嘛 对吧 讲佛秤嘛 一秤就是佛秤嘛 解身密经云一向去入不退转地 让你可以不退转 习一切众生 习就是只习一切众生 一切苦恼所逼迫的那个禁地 会要现前来 解身密意 菩萨摩赫萨如理 你看这边有好多的菩萨 这个好多的菩萨都是来参加那个法会的 这些菩萨都是有来历的 所以他特别把它列出来 解身密意 菩萨摩赫萨 如理请问菩萨摩赫萨 就是说他提问的问题是切住意理的 不可以再讲那是543了 再来法永菩萨摩赫萨 就是你的法涌现出来 所以你在提问的时候 你能够让大家知道 你源源不觉得那个法里不断的涌现 善清净慧菩萨摩赫萨 这就是超越二元对立的广会菩萨 用智慧的广大来成就众生 得本菩萨 就是用所谓的佛德来成就众生 圣义生菩萨摩赫萨 圣义嘛圣义地 这个是完全讲圣义的那个侵占的那个义理 圣义生菩萨摩赫萨 观赐在这三个很重要看到吗 观赐在菩萨摩赫萨是谁啊 弥勒菩萨他又有另外一个名叫什么 不是叫大度菩萨 另外一个叫阿易多啊 对阿易多 异就是飘移那个异多少的多阿易多菩萨 所以慈世菩萨摩赫萨 曼书施利是谁啊 文殊施利 这三个为上手看到吗 也就是说 真正琴法的是观赐在阿易多还有文殊施利 琴法 琴法是什么意思 他们提问然后呢 释迦摩尼佛就会解说 其他的菩萨就来 根据释迦摩尼佛的解释 再来自己来诠释他的观点 所以琴法者是最重要嘛 这三大菩萨 不退转地指的是八地以上的境界 叫做不退转 能够正日如来藏境界者 都是八地不动地 不动地就是不退转地的菩萨 好文殊曾经的视线他度化众生达到不退转 我先考各位 不退转佑佛教的名词名相叫什么 阿皮拔至菩萨 对你没有用麦克风 不算 要养成习惯 因为云端的听众听不到他的答案 八地不退转地叫阿皮拔至菩萨 无比的重要 因为八地他是一个分界线 八地菩萨他可以点识成亲阿 那个道教就是我的祖师爷算命的 子卫德书的祖师爷 吕先祖吕存阳 他就是已经到了八地菩萨的那个阶位了 点识成亲阿 八地不动地 文殊曾经视线 在哪一部经典 是他度化众生 让他们通通成就阿皮拔至菩萨的结尾 不是 大善心理关心 的错 佛说如幻三昧经 对 佛说如幻三昧经 非常好 答对啊 文殊在结下安区的时候 他没有在寺院结下安区 然后那个张明正 文殊还没向你那么有礼貌 他没请假 他就自己就跑去宫殿 跟宫女鬼混了三个月 等到最后结下安区最后一天 他还知道要回来啊 所以回来的时候修苦行的是叫谁啊 修陀陀的就是苦行就是加设尊者 他是最严厉的嘛 他就建立师尊把他赶出去 他说这个人没有资格待在寺院里头 他也不守下安区 他对寺院没有帮助 对吧 要把他赶出去 释迦摩尼佛就说 你快点讲 你快点讲你跑去哪里 你想释迦摩尼佛知道文殊去哪儿吗 当然知道啊 当然知道啊 说你快点讲啊 你快点讲啊 人家要把你赶出去啦 文殊就死不肯讲 然后 然后加设就一直逼一直逼 还靠近来要打他嘛 然后后来文殊不救 用右手画了一个大家设一千个 请问你 你用哪一个大家设尊者 要把我秉出去啊 这什么意思啊 文大家设回答不出来啊 这一千个大家设的像 哪一个才是我啊 他不知道 这边左手在画一千个文书 所以你要秉出的是哪一个文书啊 请你告诉我啊 大家设立刻就被拷倒 那请你来回答一下 文书做这样视线要干嘛 这样视线要干嘛 这样视线要干嘛 三轮体空在这个时候不对 他不是要视线三轮体空 那个答案就是你们最喜欢讲的那四个字 是什么 圆起信空吗 这一千个都有他升起的因缘啊 这一秒跟下一秒的加设是不一样的 圆起信空 信空你注意到 所以本来就是空性的你要把我赶走 那请问你要赶走哪一个文书啊 请你告诉我啊 这么盛深的意理喔 对吧 圆起信空他用在这个时候是已经非常深啊 所以我说这个时候不能再讲三轮体空啊 他要他要告诉加设尊者最主要是圆起信空 每一个视线都有他的因缘 每一个因缘背后的那个中级本质都是空性的 是一致的 请你告诉我你要 你用哪一尊要把我赶走 请你告诉我你要赶走哪一个文书 太漂亮了嘛 对吧 所谓文书必然是用意理来取胜的 因此文书就视线 他的方法永远比困境多 这不就是师父的视线吗 对吧 你如果你的方法永远比困境多的话 你会认为人生很苦吗 当然不会啊 是不是人生可快乐了呢 对吧 因为你还可以度化很多人嘛 不是吗 好 所以八地不动而不退转地的菩萨 点出来能够善解圣生意密意菩萨摩河沙 有主理 刚刚主理菩萨 有法永菩萨 有善清静 其中观音弥勒文书才是情法者 宗教与科学的汇通 我还是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是 我讲过的 看完一个礼拜的科学以后 要回来看什么 看人生嘛 对吧 你怎么把这科学的东西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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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林柔 对 林柔你要赶快發言 你今天都没發言 有得奖嗎 有 一如平等性 一如平等性 對對对 对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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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影片告訴我們 我們不管做任何事情 不要考慮到要得到什麼 重點是要我們選擇正確的做正確的事 這像我們分享法不是一樣 選擇正確的事 做正確的事 這才是正確的事情 對 不要在乎別人怎麼看 你會得到什麼後果 你的意思是這樣子嗎 對 好 非常好 這邊 東丹 你知道在師院 東丹的那個身份是優於西丹 所以東丹都是男重 西丹都是女重 基本上佛教很保守 都還是重男輕女 對 是 但是我在師院的時候 我是站在東丹 我是女重 你知道我為什麼站在東丹 對 我不是維諾 但是我要敲打法器 對 都在東丹 對 對 這邊來 東丹 與智者同行 來 1 2 3 go 好 張兆玲來 老師 各位先生大家好 好 如果兩個字就是正行 是 就是 把你性換在對的地方做你該做的事情 是 他有一種承擔 這必須從所謂的 你的日常生活中做起 是 那你有這樣的一個正姿 正行的習慣之後 自然而然就是所謂的大道之行 是 是 非常好 好 那 各位來看一下 師傅分享了三張slide 我第一個 我當然都會先介紹劇情 所以寫新的報告的時候 你不需要介紹劇情 你介紹劇情 你就沒有上榜的機會 因為這個師傅就會介紹了 對吧 帕奴隆斯基 他是1919年的那個柏蘭的總理 世界頂級的鋼琴家作曲家 政治家外交家 Herbert Huber 他是美國第31任的總統 成功的推動 他為什麼出名 成功的推動政府干預經濟 經濟要由政府來承擔 意思就是這樣 譬如說現在經濟不景氣 政府馬上要進去干預 所以政府的干預方法就是什麼 升息 升息就是讓民間的錢都回到 回到那個什麼 回到銀行去 那這樣子減少浪費 減少油資在外面 可是這樣子也有一個錯誤的觀點 會是怎麼樣嗎 大家都把錢 因為你升息那麼好 對吧 大家都把錢回到 回籠到銀行去 沒人要做生意了 所以這也是政府干預經濟 後來不流行的主要原因 曾經他是採礦的工程師 作家還有商務部長 所以他也有一些資歷才幹到總統的 1978年紐約愛樂樂團的音樂總監 他歷時了佛佛也幹過 你們知道紐約愛樂有多出名嗎 美國第一流的那個交響樂團的音樂總監 歷時長達13年 你從他的資歷你看到他充分的展現什麼 對他充分的展現了跨界融合 這個音樂總監怎麼會跟採礦工程師有關係 這就是機器人目前最弱的 機器人永遠單一領域 這是不流行的 有一天機器人要趕上人類的話 是他突破了跨界融合的困擾 現在我們還可以喘一口氣 場景兩位大學生籌目這個音樂會 賣座不佳 所以虧本了 知名的鋼琴家Rewski 悲至雙韻 勾銷了欠款 因為他只收到一千六百 對吧 但是他邀請Rewski來演奏要兩千 所以他們虧了四百 時空流轉角色改變了 Rewski在1919年容任波蘭的總理 窮學生則當上慈善機構的高管 協助搶救波蘭一百五十萬的糧食危機 你看這個是不得了的 巴黎往日重現 往日重現在巴黎 相知又相惜 兩個人身分都改變了 對吧這個是整個劇情是要這樣 更重要的你看到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他的思維突破的重要性 世間的困頓要怎麼解套 我講 修行人最怕的是 躲在背後避世送經念佛 那個叫做念佛的機器 那個是這樣子是不行的 世間法是現在是 這是救急用 你救急你自己都不救的話 你叫菩薩怎麼救你 他是有極限有煩惱 會帶來惡性循環的 出世間法是長達累世的 他是超越極限 得利於思維的蛻變 順境逆境果報 人人皆有之 這個沒有一個人能夠逃得過 任何一個果報等於什麼 累世的造作加今天的要今生的誘發 請你告訴我這個誘發怎麼來 胡佳培美麗剛剛她有發言 但是我沒聽清楚 進界線前所以欲緣起線型 所以就是取了自己一巴士 欲緣 阿賴耶色種子 OK 非常好 所以為什麼說任何一個果報 都是累世的造作 累世的造作叫做主因 Cosis 今生的要花叫做助緣 Condition 所以今生的助緣 你如果是用惡行來當助緣 你同憑共振去抓取累世的造作 那就是抓取負能量的種子來 負能量加負能量等於惡果 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要改善我們的困境要怎麼樣 今生的誘發這裡要善行 你善行你就相對去同憑共振 抓取累世造作的主因裡頭的正能量 來跟你的誘發的正能量 正能量加正能量就是等於貴人來相符 這就是師傅每天都在用的方法 對吧說 你看師傅都沒有錢 師傅怎麼過日子啊對吧 困境解套之道 困境不是你的專利啊 總理也有困境不是嗎 總理也得外借啊 所以你不要遇到一點小困難就叽叽歪歪鬼叫 鬼叫什麼啊 總理都有困境是不是 總理也要去借錢是不是 解套智慧掛帥 以Rovsky為例 世間法即時搶救不能等 時間管理是重點看到嗎 還是講的是時間管理 你看這不行了趕快要向外求救 不要礙於顏面 出世間法把人民刻在手掌心 大愛大無謂向外求援 知恩圖報 數十年難忘舊窮之恩 高位也不忘報恩 高位就是Hover Hover即便在高位了 他也沒有忘記報恩 名言是見別人所見 所看得見的想他人所未成想 誰的名言 誰啊 誰的名言 這麼重要的 這麼重要的名言 我可以把它縮短更 更短是叫 見別人所見想他人所未成想 這個在凸顯什麼 何其官同其成 然後你要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 你見別人所見 然後你知道大家都現在在熱搜什麼話題 你要知道啊 你不能什麼都不知道 你要見別人所見 想他人所想 別人都想 熱搜現在就是電費在漲價了就是你啊 對吧 那你怎麼想他人所所未成想 不要用電嗎 要燒蠟燭嗎 對吧 你怎麼想他人所未成想 鼓勵大家多念 文書八字真言嘛 滿線是願嘛 這不就是想他人所未成想嗎 到處都是方法呀 對 那誰的名言 師父的名言 謝謝你 未來的師父 師父各位師兄 弟子回憶好像是這個匈牙利的哲學家 是不是St George 不是哲學家 他不是哲學家 1939年匈牙利的諾貝爾獎 得獎人 St George St George 他的 他提出來的名言 就是鼓勵大眾一定要見別人所見 你才會融入大眾嘛 但是你要想他人未成想 你才能夠脫穎而出嘛 對吧 這就是師父平常的作風 你看師父看大家都有道場 所以我也鼓勵他們都去有道場 但是師父見大眾所見 但是想大眾所未成想 所以師父不要有道場 對吧 共同學習播者課題 撕掉借據當機立斷 展現融入與共的平等 至亦如平等 與人無憂 而解脫負能量 兩百皆位以下 不此外求超越 不此外求是Ravsky 超越寵入取捨性宜的二元對立 煩惱的來源 二元對立的任何一端都是煩惱端 現象界的特色是什麼 人是十低五是二元對立 超越二元對立 就超越煩惱才能夠進入終極本質 終極本質佛教位置佛性真儒 實性空性等如如不動又成為寂滅 就是終極本質的特質 所動者永遠是自己的心念 因此感遭善感遭惡自己是可以來決定的 解套之道要懺悔 因為你沒有懺悔的話 你負能量沒地方花錢 要攝取諸佛的高能量 所以你需要誦經念佛持咒 正確的立他不為人吃聖飯 你就是自己吃飽了以後給別人一點 那其實都沒有意義 終極本質的同理心 更重要洪志 要升為思惠 升華思惠 超越善惡的束縛 用不惡中道讓有無相生 你才有可能有更大的資本 事宜解禍只有一章 我趕快把它講完 我想要三轉法輪 這是出於法法文句 所以你看解身秘金 他在闡述他的重要意理的時候 經常是用法法系統 是用天台 三轉法輪 以苦即滅到四地之法 三番而縮 名為三轉 講三個不同層次的見解 世間車輪就好像能夠 碾破這個煩惱 佛之說法 催年的眾生一切禍業 故名轉法輪 三轉是指 世轉 勸轉 正轉 剛剛那個戴台琳已經講了 世就是指世 如云 持 就是譬如說 按照世聖地 苦 講到苦的時候 這是苦 這是疾 疾是什麼 苦的原因 這是滅 滅是什麼 止息苦 這是道 止息苦的方法 道路 Path方法 就這樣子講的內容 我們就稱它為世轉 例如苦者生死逼迫之苦 急者 積極環擾獲業才會變成苦 道者 戒定慧是道 滅者 苦其 涅槃其境是樂 這種就叫做最粗淺的 轉就是來 教化眾生 就要試轉 高階一點點 勸轉 勸就是勸勉 看到嗎 如此 在用勸勉的方法的話 苦極滅到變成怎麼樣 此是苦 你應該知道 這是苦 此是極 這個是生苦的原因 你要斷 斷不是把它斷掉 是超越你 應該要超越它 有方法 超越二元對立 此是滅 滅是什麼意思 苦是可以止息的 你要驗證給大家看 苦是可以止息的 像師傅這樣 完全沒有苦 對吧 此是道 這就是止息的方法 道 Path 就是道路 就是方法 你應該要修道 這一這樣子的解說 叫勸轉 第三個 正轉 正就是驗證它 以引自己所證 你看今天的師傅 引了非常多師傅 自己的那個證件 對吧 引自己所證悟出來的東西 以驗證佛法的不可思議 他說這是苦 所以我已經知道了 我不會再做錯事情來苦 這個是 但是這個疾 是我已經超越了 所以我不會再有苦的原因出現 再來 這個是滅 下面你們看不到太長了 這是苦疾滅 滅就是說 我已經證悟到空性如如不動的終極本質 所以進入涅槃的寂靜 涅槃是不是元正菩提 不是喔 涅槃還很低 還在空性二超越而已 道就是說 我實現給大家看 不二中道是通往元正菩提的方法 所以師傅今天 你以為我在聊天 我就是在正轉 這樣可以理解嗎 好 那我們趕快來回向